第1421章 石峰 vs 凌羽 心雾弥漫之中 妖孽石峰 与妖孽凌羽对视 而这一刻 就连凌羽的身上 都跟着升起了战役 看来凌羽 想跟石峰一战 而子役 这一刻等于被凌羽给彻底避无事了 如此赤裸裸的无事 一股怒然之火 直接在子役的心头燃烧 拳击间 一阵冷喝之声 从子役的嘴中喝出 凌羽 你如若不拿出真本事与我一战 那么你 便彻底逼后悔去吧 喝啊 子役发出一声喝吼 一脚猛然踏向大地 随着子役这一脚重重踏下 众人脚下的大地 都剧烈地摇晃了起来 而这时 一股神秘的力量 在凌羽脚下的大地之中浮现 朝着凌羽直冲而上 嗯 凌羽先是双眉一拧 不过紧跟着 他的右脚也跟着抬起 一脚猛然践踏向地面 轰 一股剧烈的暴鸣 在大地之上轰响而起 原本就剧烈摇晃的大地 这一刻晃动地更加狂烈起来 而就在这时 嗯 池锋听到 一阵问恒之声 从那妖孽凌羽的嘴中发出 在子役通过大地打出的神秘力量下 那凌羽的身形 这一刻竟然向后倒退了出去 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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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羽的身形每倒退出一步 大地便仿如被剧山给轰击一般 发出一阵阵轰鸣之声 轰 凌羽的身形直至倒退出了五步 才被他右脚在而猛然一踏 硬生生地给止步下来 身形顿指下的凌羽再次望向紫意 面色在这一刻逐渐变得认真了起来 冷然开口 说 没有想到你这喳喳 这三年来的长径竟然这么大 倒是我小瞧你了 哼 听到那凌羽的话语 子役又是发出冷冷的一阵横声 开口说 原本以为这一招 就算不能重创于你 也可以让你吃点苦头 却是没有想到 只将你逼退了五步 凌羽开口 说 能够逼退我凌羽五步 你足以自傲了 随后 凌羽又没有再继续理会子役 转过头又望向了石峰 说 全力出手吧 我倒是更希望 你的全力一级 能将我逼到何等地步 听到凌羽那话 石峰冷笑着开口 说 定然不会让你失望 哼 而就在这时 一股无比狂暴的暗黑魔雷 从石峰的身上爆发而出 一阵雷霆轰鸣之声 响彻着整片天地 石峰整个人 雷光闪耀 转瞬之间便已经化身为了无比狂暴的暗黑雷人 一股绝强的雷霆力量 在他的身上猛然升起 很好 果然不是废渣 望着化为暗黑雷人 散发着强大雷霆气势的石峰 凌羽冷笑着开口 说道 不过这一刻 凌羽仅是伸出一只右手 被像化为暗黑雷人的石峰 仿佛他只想以一只手迎向石峰 与石峰一战 哼 见到如此面对自己的凌羽 石峰也是冷恒一声 心中满是不爽起来 一时间 更加狂猛的力量 从那道暗黑雷人上升起 而就在这一刻 石峰的身形猛然移动 瞬移向前 与此同时 凌羽的右掌之上 旋即爆出了一股浓郁的暗黑魔物 紧跟着 暗黑雷人瞬间到达 石峰攜带着狂暴暗黑雷霆之力的一拳 朝着凌羽狂猛地轰了出去 拳头锁过之处 不断地发出雷霆轰响之声 凌羽缭绕着黑色魔物的一掌 朝着前方看似很缓慢地推了出去 迎向石峰轰杂而来的狂暴雷霆一拳 凌羽他那缓慢 漫不经心的动作 看来对于石峰的攻击 他根本就没有认真对待 转瞬之间 两人的攻击 眼看便要轰撞在一起 然而就在这时 一道女子之声 忽然在这片鲜物缭绕的空间中响起 几位贵客 为何在此动手呢 随着这道女子之声的响起 一道恍若虚无渺茫的红色身影 在石峰与凌羽的中间若隐若现 仿佛红衣女鬼出现一般 而就在这一刻 石峰与凌羽的攻击没有相撞在一起 而是直接轰在了那道红色身影之上 轰 轰 两阵狂暴的轰响之声 在这一刻响彻而起 震耳欲聋 在这一片空间回荡而开 好掌柜 不远处的子役 望着前方那忽然出现的红色身影 随即出声 认出了来人 来人 正是先前迎接子役及石峰 柔人姑娘的好掌柜 没有想到这好掌柜忽然到来 挡下了石峰与凌羽的同时一级 此时此刻 那道飘渺的红色身影逐渐变得凝实 显露出真身 身穿红衣端装俏丽的美丽中年妇人 自然是那好掌柜无疑 此时此刻的好掌柜 周身浮现了红色光雾 正是那红色光雾 挡下了石峰与凌羽的同时一级 此人 既然身为地狱先进这等神秘存在的掌柜 定然有着非凡的手段 不过却没有想到 他以一人之力 竟然同时挡下石峰与凌羽两大妖孽的轰击 这好掌柜 石峰当时见他 便没有看透他的真实修为 却没有想到 竟然如此的强大 呵呵两位 这一刻 好掌柜依旧是笑脸相迎 出声说 见到这到来的好掌柜 石峰与凌羽同时收手 石峰身上的暗黑雷霆也跟着散去 显露出身形 凌羽手上的暗黑魔物 也跟着消失 与此同时 好掌柜身上升起的红色光雾 收回到体内 继续笑着开口 对石峰及凌羽说道 几位贵客来我地狱先进 都是为了寻找快乐而来 何必动手呢 看在在下的面子上 就此收手吧 如何 听到好掌柜的话 凌羽开口 说道 既然好掌柜出面 那凌某就此收手 随后他望向石峰 道 希望擂台上能够与你一战 到时候 希望你能拿出真实战力 与我凌羽对战 刚才石峰发动攻击 凌羽能够感受得出 这个少年 刚才没有拿出真实最强战力 与自己对击 对石峰说完之后 凌羽又望向了不远处的紫意 说道 还有你 希望你到时候 不要跟三年前一样那么没用 让我失望 第1422章石峰出战 原本即将爆发的妖孽之争 由于地狱先进实力 深不可测的好掌柜出现 就此收手 凌羽对紫意及石峰 说了不要让他失望的话后 便不再理会石峰他们 对身旁的羽星说道 星儿 我们走 嗯 听到凌羽的话 一直沉默不语的琴仙羽星 轻轻点头应了一声 随后充满灵气的双目转动 打亮了几眼石峰与紫意 这才随着灵羽双脚迈动 朝前走去 与灵羽一同走向天路 这时 石峰跟着转身 望向了紫意与柔人姑娘 朝着他们缓缓走去 说道 我们走吧 既然那灵羽与宇与宇心上那天涯 石峰也知道紫意跟柔人姑娘 应该对这天涯没有什么兴致了 特别是那紫意 就算不上那天涯 也可以在地域先进寻的另一处家境 一醉方休 另一边 身穿红衣 风韵有存的中年女子好老板 成熟美艳的脸上仍旧挂着淡淡的笑意 笑道 多谢诸位给在下这几分薄面 如果没有其他的什么事 在下便先告退了 好老板 仙湖庭判 命人给我备一株韭菜 我们等会变过去 紫意忽然开口 对好老板说道 既然不想去那天涯 地域先进 还有一处美景之地仙湖庭 传闻仙韵也是极浓 紫意便准备改道去那 没问题 紫意公子 马上安排妥当 好老板点头笑着说着 随后他的这道红色身影 在这仙物之中逐渐淡去 仿佛与周围仙物融合 最终彻底地引入了仙物之中 好老板走后 紫意在而开口 对时风还有柔人姑娘道 走吧 既然天涯令我们大厦风景 我们便去仙湖庭判 嗯 好 听到紫意的话 柔人姑娘点头 嗯 跟着 时风也是应声 然后他们三人 便往地狱仙境 另一处仙境之地 仙湖庭判行去 仙湖庭判 仙物飘飘 湖面之上银色波光零零 层层闪耀 又是一处人间仙境 不过由于中间遇到了淋雨 时风三人的性质 始终是差了一些 三人没有一罪方休 九族饭饱之后 便各自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时风回去之后 便进入到了血石碑的空间之中 结果不出意料 火玉与雷林两位圣子 两大宿敌 竟然还在激烈战斗 依旧是难分胜负 越战越猛 而随着不断的战斗 两人身上的气势也是跟着越来越强 比上一次时风剑道时已经强悍许多 看了一会儿后 时风又一次悄然退出了血石碑 随后 时风便进入到了修炼状态 等待着明日雷台大笔的到来 太阳东升 温和的阳光笼罩着整座罪恶魔城 近日一大早 罪恶魔城中便已是人声鼎沸 人头攒动 犹如排山倒海一般 虽说石墙之战在正午十分举行 但是此刻的整座罪恶魔城 早已经人满为患 人们早已早早而来 等待着今日真正的石墙一战 等待十大天才强者展现真正的风采 随着太阳越升越高 罪恶魔城中的身影 还是越来越多 随后 罪恶魔城中 一道又一道身影出现 闪向罪恶魔城最中心的苍穹之中 修院 是修罗门的修院 修院出现了 围形 围驼子的弟子 围形 燕露 一代天之娇女艳露 修炼烈焰舞蹈 随着一道道身影的出现 一道道的惊呼之声 在罪恶魔城中随之响起 他 他们 他们也都来了 跟着 其他石墙的身影也一一出现 人们尽管不知道石锋 子异他们的名字 但却认得他们 不过要最受关注的 自然是在万众瞩目之下 身穿暗黑墨甲 膝带滚滚滔滔 滔天魔物降临的妖孽灵羽 灵羽 天下第一妖孽灵羽啊 当灵羽出现的时候 一道道的目光 自然而然地全数集聚在了他的身上 灵羽的出现 自然是抢尽了一切风头 就连石锋那些人的目光 也是冷是像那个灵羽 灵羽 又一次见到这灵羽 子异的身上 再一次流露出了浓烈的战意 经过昨天 看来子异已经越来越 想与这灵羽一战了 双拳一握 子异暗自说道 要战 便让我尽快与他一战 希望我今日战的对象 是他 灵羽到来之后 也是瞥了几眼石锋与子异 然后便收回了目光 指示向前 而这时 石锋的目光也从那灵羽的身上 收了回来 然后再而转过了头 望向了那道如熊般壮硕的身影 骑熊 而这个时候 这个骑熊的双目 一直望向石锋三人这边 咧嘴冷笑着 甚至右手五指并拢 在他自己的脖子上一抹 对石锋几人做了一个盏头的动作 然后 他的双目又全数凝聚在了柔人姑娘身上 那双嘴眼 开始在他的身上打转 然后双目半眯 一看便知开始不怀好意 甚至遥遥做出一个八一的动作 这只大狗熊 真想将他的双眼给挖下来 再将双手也给砍掉 柔人姑娘望着那个骑熊 冷冷出声 本少如果与他碰上 替你去做 这时 柔人身旁的石锋出声 对他说 如若石锋凶针跟他碰上 替我好好地教训他 此时此刻 距离正午十分还差一些时间 十大天骄强者 便奥利于罪恶魔城上空 在万众瞩目下等待着 随着太阳越声越高 忽然间 那道无比威武 仿如上苍的声音 在整座罪恶魔城中响彻而起 正午已到 十强之战开始 第一战 石锋 修院 其他人退避 也没有进行什么抽签 那道声音语气恍如命令一般 一切的战斗 都有他安排 说完那短短的几句话后 那道声音便沉寂了下去 没想到 由本少开战 听到那道无比威武的声音 石锋开口清难说 而这时 苍穹之上的其他八道身影不敢怠慢 开始起起闪动 退向一旁 修院 第一战竟然便是修院出战 石锋 那石锋到底是谁呢 很快 苍穹之上便只剩了两道身影 石锋与修罗门天才 修院 是他 原来是这个天骄 一朝拜祭鹏 灭纱慕容风云的天才少年 原来他便是石锋 原来他叫石锋啊 一代天骄石锋 战天骄修院 第1423张石锋战修院 修院 没有想到第一战 我的修院便上场了 真是好激动啊 昨天晚上 我还梦到我的跟我修院 嗯 一想到那些 我都不好意思了呢 心中一下子感到羞羞的 最恶魔城最中心处的人群之中 那名浓眉大眼 国字脸的男子 双目凝视空中那一道年轻身影上 显露出一脸娇羞之状 说道 那模样 甚是恶心 今日天还没亮 他便来到了这里 早早到来 只为今日更好地见到昨夜睡梦中的他 期盼着他展现无双的风采 这一刻 奥利苍穹的修院 在他的眼中 威武雄壮 仿如一代战神降临一般 我的愿 我爱你 我要永远跟你在一起 我要给你生孩子 这一刻 那片苍穹之上 已经只剩下了两道年轻的身影 神秘天骄 十风 修罗门第一天才 修院 两名天骄的武道修为 皆在四星半神之境 不过他们 皆有越级挑战之力 但到的如今 人们还是更看好这名 刚崛起的神秘天才 十风 毕竟十风有强大战机在 苍穹之上 十风凝视着前方那一道 黑色年轻的身影 感应那人身上散发出的 阴寒之力 原来此人 也是一名修炼于阴寒之力的武者 不过他却给人一股阴森的气息 不过此人的武道修为 在四星半神之境 修为与自己同境界 十风根本将没有将他放在眼中 原来你叫十风 是你 一招拜了季家的季鹏 这时 修罗门修院开口 面色凝重 对着十风沉声说道 本少便是十风 十风淡然回应那修院的话语 说 嗯 修院点了点头 应了一声 这时 十风在而开口 对那修院说道 好了 废话少说 出手吧 触动你最强的一招 免得留下遗憾 而就在十风的话音刚落下 却见得前方那个修院 对着十风摇了摇头 道 不 我不想与你这样的怪物一战 理这怪物 一招便败季鹏 而我虽然有越级挑战五星半神的战机 但是我自知若碰上季鹏 不是敌手 没有想到 修院竟然就此认败了 而就在修院的话音刚落下 那道无比威严的声音 在罪恶之城中响彻而起 修院认输 十风胜 什么 修院竟然直接认输了 修院直接认输 那是最正常不过了 这十风 可是一招败季鹏的强者 修院认输 这是明智之举 没错 修院根本不是十风的敌手 与十风一战 不过是自取其入而已 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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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时 人群之中那名浓眉大眼国字脸的男子 瞪大着双眼望着苍穹 露出了满满地难以置信之容 这怎么可能 我的愿 我的愿他怎么可能不战而认输 他应该战到最后一刻的啊 那样才是真正的男人啊 愿 我的愿啊 拿起你最强战力 勇敢地战斗到最后一刻啊 而这时 国字脸男子朝着苍穹 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呐喊 但是苍穹之上的修院 开始退离了战场 啊 啊 不要啊 我的愿 我的愿 战斗到最后一刻啊 战斗啊 而最恶魔城中的那名国字脸 还在拼尽全力地朝着苍穹呐喊 他想以他的呐喊声 感动他的修院 拿出真正的男子勇气 与那个叫石峰的人一战 这时 周围的人群 都被那名国字脸男子给吸引了过去 对着他露出了异常的目光 不 愿 当修院彻底地消失于苍穹之上 国字脸发出了极度痛苦的吼叫声 声音淒厉 仿佛在遭受着极度痛苦 这一刻他 都仿如疯了一般 心中的男人退战 这一刻 他只觉整片世界都失去了颜色 自己的身躯 已经变得贪软无力 以屁股贪坐在地 持风拜了修院之后 也跟着离开了那片天空 而紧跟着 那道威严无比的声音 再一次在这片天地间响彻而起 一二战 紫义 围行出战 一片虚空之中 与柔人姑娘站在一起的紫义 听到那道如命令般的话语声时 心中有些失望 紫义已经开始迫不及待 地想与那妖孽领雨一战 却是没有想到 碰到了一个较为行的人 那个围行 舞蹈境界与那修院一样 不过再似心伴神之境而已 紫义开始想过 就算不是跟灵雨战斗 替柔人姑娘与那大奔雄 其雄一战也好 却是没有想到 那两个人她都没有遇到 不过虽然心中失望 但紫义也是不敢怠慢 那道声音落下之后 紫义的身影旋即一个闪动 在出现时 已经出现在了最中心的苍穹之中 再一次出现在了万众瞩目之下 而紫义到来之后 另一道身形也紧跟着到来 维托子的弟子 维行 维托子 在罪恶深渊之中 也算是闻名罪恶深渊的一名强者 紫义 维行到来之后 望着前方的紫义 喊着紫义之名 身上已经流露出了满满的战意 到的如今 他自然对其他对手都有过了解 这紫义 可是一招拜了五星半神境的乌天 出招吧 紫义开口 对那维行说 声音终满是淡然随意 至于那维行 紫义自然没有放在眼中 对付他 一招足矣 哼 而这时 维行发出了一阵冷冷的横声 说 紫义 你以为你一招拜了乌天 就以为可以完全看不起维行了不成 我维行 五道境界虽然仅在四星半神之境 但是我爆发出的力量 我玄妙的战绩可绝对不是你们能够想象的强大 李娜藐视的眼神 我维行 记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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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维行的话音落下之后 他的声音 开始着遍天地间久久回荡起来 声音仿佛来自于四面八方 给人满是诡异之感 而就在这时 维行的身形忽然一个闪动 一道又一道的身影 在这片虚空之中不断地浮现出来 接连不断 这些身影 竟然全是维行的身影 转瞬之间 身影变变得密密麻麻 足以成千上万之道 紫义一眼望去 前方已有成千上万个围形 每一道围形 都散发着同样的气势 第1424张奖励 紫义所处的虚空前方 已全部是那维行的身影 密密麻麻 每一道身影 都散发着同样的气势 好像每一道身影 皆是那围形真身 哼 而就在这时 围形发出一声冷哼 然后每一道围行的身影 皆发着冷哼之声 拳击间 一道道冷哼声 不断地在这片天地间 响彻而起 发出冷哼之后 每一个围形 皆咧嘴露出了冷笑 跟着 围形在而开口 道紫义 此绝技 我师父为驼子施展之时 至今还未遇到敌手 如今我围形修炼这绝技 离大城紧一步之遥 今天 便让我围形用此绝招拜你子意 用你子意的失败 成就此招大城 围形一开口 每道身影都跟着开口 这片天地一时间 又开始不断地回荡起围航的声音 而就在这时 围形纳成千万道身影 在这一刻奇奇移动 急速冲杀向前 站向紫义 哼 以为人多 便可以败我了 面对着成千万道身影杀来 紫义发出了一道不屑的冷恒之声 到的此刻 紫义依旧是没有将那围形放在眼中 随后 紫义双手缓缓而动 随着他的双手动作 周身的空间 都开始如烧滚的开水一般 开始剧烈地沸腾起来 而与此同时 紫义开口低喝 一字一顿 吐出玄奥字语 奥 绝 幻 灵 随着紫义的这阵低喝声响起 顿时间 周身的空间忽然沸腾地更加剧烈 朝着前方密密麻麻冲杀而来的身影 狂猛地扩散而出 仿佛平静的大海之中出现了狂暴巨浪 凶猛地席卷向前 冲杀而来的万千道身影 旋即受到了紫义狂暴席卷而出的力量冲击 一道道身影 瞬间被不断地毁灭 一击发动之后 紫义逼劫的手印便在这一刻撤去 望着前方忽然咧嘴 露出了一抹冷笑 这抹冷笑仿佛意味着 胜负已定 身影的毁灭还在不断继续着 啊 忽然之间 天地间回想起了一阵沉闷的呼声 此时此刻 所有的身影都已经消失 只剩下了一道身影 微型在紫义的力量下 显露出了他的真身 这一刻的微型 脸色已经很是难看 嘴角挂着一丝血迹 再次望向那紫义之时 脸上露出了无比惊骇之容 他没有想到 对面那个叫紫义的人 竟然如此的强大 仅发动一招 便破去了自己最强的绝技 紫义 微型狠狠地吐着这个名字 双拳紧紧地握起 微型狠然吐出的名字 落入到了紫义的耳中 哼 紫义只发出了一声横声 然后开口 若 当若字响起之时 不远处微航的身躯 在这一刻猛然一阵 啊 又一阵沉闷的呼声 从那微航的嘴中响起 而就在下一刻 一口鲜红的血液 从微航的嘴中喷吐而出 微航的身形 顿时仿如断了吃的鸟儿一般 朝着下方的罪恶魔城坠落而去 这一刻 真正的胜负 已分 那道无比威严的声音 再一次在天地间回响而起 紫义胜 胜了 紫义胜了 这一场战斗面对紫义 微型竟然根本不是敌手啊 是啊 微型这一战 可是施展了他师父为驼子的成名绝技 但却没有想到 那么精妙的战绩 却被紫义给一招给破去了 微型与紫义的差距已经显而易见 碰上紫义 唯航的悲剧早已注定 战斗已分 罪恶魔城之中 依旧是对于此战议论纷纷 这一刻一道道目光 全数凝聚在了奥利当空的那道身影之上 至于坠落罪恶魔城的败者为行 人们已经开始视而不见 武道为尊的世界便是如此 而过了一会儿后 那道无比威武的声音又响起 第三战 魏军战焰路 听到那道声音之后 奥利当空的紫义身形 随即一个闪动 退离这片虚空 身形很快便在另一片虚空之中一个闪动 回到了石峰与森柔的身旁 见到紫义归来 这时石峰开口说 对了 此次大比进入强使者的奖励是什么 不可能仅仅只是获得进入罪恶森林的权利吧 如果石墙仅仅只是获得进入罪恶森林的权利 那么他们此刻的擂台大比 根本就是毫无意义了 所以说 石墙大比的胜利者 应该有其他的奖励 而且罪恶三魔主给出的东西 定然不可能是非凡之品 嗯 石峰兄弟竟然不知道大比的奖励 当听到石峰的话后 一旁的柔人姑娘忽然一惊 望着石峰满脸不可思议的说道 参加大比者 竟然不知道大比的奖励 而这时紫义听到柔人与石峰的话语 他这才想起来 这石峰 是自己告诉他罪恶魔城举行三年大比 而自己 好像只告诉他前使者 可获得进入罪恶森林的权利 自己好像确实没有告诉他 赢得大比 将获得什么 听到柔人姑娘的话 石峰如实地点了点头 说 我只知道石强者 将获得进入罪恶森林的权利 至于其他奖励 我就不得而知了 哈哈 到时兄弟我疏忽了 忘记告诉你了 这时紫义忽然一笑 对石峰说道 跟着 紫义在而开口道 此次三魔主举行的三年大比 使强者 可永久进入罪恶森林历练的权利 而前三者 将获得三魔主准备的奖励 第三名 听说乃是六星半神级别的龙须丹 服用者 可在体内化为浓郁的原力 第二名 乃是一柄七星半神级别的战器 叫做万芳大吉 而第一名 那才是最吸引的东西 至于是什么麻 说到这时 紫义忽然又开口不言 开始迈起了关子 石峰还在静心聆听 等待着紫义继续说下去 想听听那所谓的第一名 到底是什么宝物 毕竟石峰 可是朝着第一名战斗的 但是紫义闭口之后 便没有继续再言语 直到石峰微微抬头 再而认真地望向他 紫义忽然咧嘴一笑 道 戴着石峰兄弟你获得第一的时候 就知道那是什么宝贝了 第1425章 罪恶玄话单 戴着石峰兄弟你获得第一的时候 就知道那是什么宝贝了 石峰正想知道擂台大比第一 获得是什么宝贝 那紫义 竟然说了那么一番话语 听到紫义那番话 石峰随即以一副不屑几秒时的眼神望向他 而这时柔人姑娘开口 笑着说道 哈哈 紫义兄 你倒是真会掉石峰兄弟的胃口啊 石峰兄 既然他不肯告诉你 那么便让我来告诉你吧 罪恶魔城三年大比 十强之战每一年第一名 获得都将是罪恶玄话单 罪恶玄话单 听着柔人石峰的话 石峰低声轻难 光听着那那五个字 就令得石峰心头 产生一股不凡之感 更何况 那罪恶玄话单 可是罪恶三模主奖励雷台大比第一者 绝对是不凡之物了 看到石峰光听到罪恶玄话单五个字 脸上便浮现了感兴趣的样子 接着 柔人姑娘继续开口 为他继续介绍道 罪恶玄话单 据我所知 吞服此单者 可达到脱胎换骨之效 就算是石峰胸跟灵羽那样的绝世妖孽 如若吞服罪恶玄话单 可以继续提升天赋 变得更加的妖孽 脱胎换骨 可提升武者的天赋 石峰面色一动 说 提升天赋 如若真是这么神奇的单药 那绝对不是反品了 石峰的天赋本就逆天 如若天赋再提升的话 那不就更加逆天了 真的很难想象 如若他石峰服用着罪恶玄话单 那么他那如妖孽般的逆天天赋 将要逆天到什么程度 听到石峰的青男生 柔人姑娘缓缓地点了点头 说 据我所知是这样 罪恶玄话单 他也仅仅是听说 至于具体怎么样 他也不是很确定 而就在柔人的话音刚落下之后 紫衣很适时一开口 说 罪恶玄话单 可不仅仅只是如此哦 若是石峰兄弟 你此刻吞服下 罪恶玄话单的话 估计可以让你直接突破到 五星半神之境 听到紫衣那话 石峰双目一睁 面色在而移动 道 是吗 紫衣说可直接突破到 五星半神之境 那便意味着 那罪恶玄话单 不仅可以提升天赋 还蕴含着磅薄浓郁的元气 甚至还有五道意念 罪恶玄话单 越说越玄了 不过光可以提升舞者天赋这点 这罪恶玄话单 石峰变必须要将之给得到 此战 我一定要获得第一 石峰在心中漫暗说道 念容在这一刻 变得坚定起来 不管如何 只要得到那罪恶玄话单 自己可以变得更强 那应该无疑了 毕竟这可是大笔第一的奖品 而刚才听他们所说 大笔第二 都是一件七星半神级的战器 跟着 石峰三人 望向了前方虚空中的战斗 战斗两人 一男一女 男的叫魏军 女的叫燕露 那方的战斗 还算是激烈 男子魏军 乃是一名五星半神境的天骄 女子燕露的舞蹈修为就逊色一点 不过再四星半神之境 魏军面对着那名不过再四星半神境的女子燕露 这一刻的面容 却是异常的凝重 双手成长一声低喝 为屠杀掌 就在魏军的喝声落下 这片虚空之中 顿时浮现了成千上万道密密麻麻的掌影 魏军与那燕露的身形 看着都已经被那密密麻麻的掌影给笼罩 然后拳树掌影 皆朝着燕露拍打而去 这一刻的燕露 看着一切退路 都已被魏军给断去 远处虚空之中 凝视着那方战场的子役突然开口 问时锋与柔人姑娘道 依你们看 这场战斗谁会赢 那魏军 五道境界虽然在五星半神之境 表面上看着强大 但是那燕露 看得出她一直没有使用出权力 柔人姑娘开口 说 嗯 没错 听到柔人姑娘的话后 时锋也跟着缓缓地点了点头 赞同她的意见 随后时锋又开口 说道 这女子有些不简单 拥有越级挑战之力 此战 这女子必胜 你们的眼力倒是不错 听完他们二人的话 子役淡然笑着 点了点头 战场之中 面对着密密麻麻 全树朝着自己拍打而来掌影 燕露冷艳的脸上 露出一抹邪意的笑 然后开口 道 为屠杀掌 确实玄妙 不过小女子我 也练得一掌 说到这时 燕露也跟着双手成掌 突然面色一冷 沉声一喝 烈焰猪鹊掌 随着燕露的这道喝声响起 她的双掌猛然交集在了一起 揪 顿时之间 一道仿佛巨鸟的提鸣之声 响彻这整片天地 燕露的郊区 旋即燃烧起了熊熊烈焰 转瞬之间 便化身为了一只仿佛要展翅翱翔的猪鹊 一股炙热无比 强大无比的气势 旋即笼罩着这片天地 而就在这时 卫军发动的成千上万道掌影 不断地拍打在燕露化身的火焰猪鹊上 揪 巨鸟的提鸣之声 再一次在这片天地间回响 猪鹊烈焰双翼猛然一个煽动 顿时之间 这片天地间显现的密密麻麻掌影 顿时消失地无影无踪 烈焰猪鹊只一动 竟然便破去五星半神镜强者发动的绝强一击 这 这怎么会 自己绝强精药的攻击瞬间被迫 魏军的脸上旋即浮现了极度惊骇之容 望着前方那只化身为烈焰猪鹊的燕露 感应着此刻那只烈焰猪鹊散发出的炙热绝强气势 魏军竟然在心中 生起了一抹心悸与不安 那 那仅仅只是一名四星半神镜的女人 竟然能让自己产生这种感觉 不 这毕竟只是一名四星半神镜的女人而已 我魏军 怎么会败给这么一个女人的手上 战 将自己心头的心悸与不安给强行压下 魏军冷冷一喝 战意再次冲天而起 杀 杀字 再一次从魏军的嘴中冷冷吐出 魏军的面容 再而变得坚毅无比 决心全力一战 随后 猛然的一拳 被魏军轰击向前 一道无比巨大 犹如一座大山般的巨拳被魏军轰出 狂猛轰杀向那只烈焰朱雀 而就在这一刻 那只烈焰朱雀的火焰双翼又是一个山洞 烈焰朱雀开始展翅翔 飞行向前 迎向魏军巨拳的一击 第1426章森柔出战 罪恶魔城虚空 女武者燕露化身为火焰朱雀 朱雀展翅翔 急速飞冲向前 众目睽睽下 人们见到那火焰朱雀 转瞬之间便与那只轰来的巨拳撞击在了一起 但是紧跟着 巨拳便在火焰朱雀的力量下 破散开来 而火焰朱雀 继续飞冲向前 继续飞向那名五星半神镜的强者 魏军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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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击在而被迫 望着那继续急速飞冲来的火焰朱雀 魏军双目瞪大 脸上的难以置信及惊骇之容越来越甚 而感应着火焰朱雀飞行的急速 魏军已知自己无法避退 而也深知自己根本不是这火焰朱雀的敌手 停 快停下 我认输 不战了 魏军旋即冲着前方急速而来的火焰朱雀大声吼道 但是魏军的吼声都已经落下 那只火焰朱雀 此刻看上去仍旧没有想到停下的意思 继续携带着滚滚烈焰 狂猛飞冲向前 不 不 不要 快停下 我认输了啊 魏军依旧发出大吼声 神色已越来越慌乱 望着离自己越来越近 仍旧没有丝毫停下一死的火焰朱雀 魏军已经彻底慌了神 身形连忙向后击退 这一刻的他 看上去已经有些狼狈 胜负已分 生死已定 远处的虚空之中 也不知道谁说了这么一句 不 在一阵不甘待着惊恐的大吼声下 魏军狼狈退逃的身形 转瞬便被那只展翅飞翔而来的火焰朱雀给吞噬 口叫声旋即戛然而止 而就在这时 天地之间回响起了那道无比威严的声音 燕露盛 随着那道声音响起 人们见到那只烈焰朱雀 停止了在虚空中飞冲 跟着烈焰一个圈洞 开始退散 没多久 那道身穿火红色衣衫的倩影显露了出来 正是那女子燕露 而那名被火焰朱雀吞噬了的武者魏军 已经消失 看来 她已在火焰朱雀的力量下 彻底消失在了这个世间 接下来 应该差不多是我登场了 远处的虚空之中 凝视着中心战场的柔人姑娘突然开口 说道 而就在柔人姑娘话音刚落下 紫义眉头皱了起来 道不好 不好 什么不好 听到紫义的话语 柔人姑娘眉头皱了起来 转过头满是不解地问她道 接下来 加上你只剩四人 而你遇到那个骑雄与淋雨的几率 十分的大 紫义面色凝重地说 如果柔人姑娘遇到淋雨 那就根本没有什么悬念的事了 根本不用出战 直接认输便可 不过那骑雄 第四战 骑雄战森柔 而就在紫义在心中担心着之时 顿时之间 那道无比威严的声音宣布了出场之人 竟然真是柔人姑娘 对战那个骑雄 柔人妹妹 你 紫义刚要开口劝阻柔人姑娘不要参战 却忽然见到柔人姑娘身形一个闪动 消失在了他们的身旁 而这时 十分开口 被紫义说 算了 让她去吧 实在不行 我们到时候出手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听到时封的话 紫义环环点了点头 然后两人的目光 皆望向了那片战场 肉身如雄的舞者骑雄早早到来 紧跟着就在她的前方 一道白色倩吟闪动 自然是柔人姑娘到来 望着出现前方的柔人姑娘 这骑雄忽然咧嘴一笑 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 开口道 没有想到你这件人 竟然真的赶上来与本神一战 本神还以为你会退战 哼 面对这骑雄的话语 柔人姑娘冷冷一哼 惨白色美艳的面容此刻已经是满是冰冷 冷然开口道 废话少说 站吧 森柔说着之时 右手在虚空中一抓 一条冰色长边被她从虚空中抓出 冰色的长边 冒着丝丝丝冷的寒气 一看便是一件不俗的阴寒属性战气 对付你这件人 本神一只手足矣 骑雄说着 如菩萨般大的右手五指为张 探出向前 对着前方的森柔 而她那条壮硕的手臂 有如正常人大腿般粗 顿时之间 森柔只觉一只巨大无形之爪 瞬间将自己的浑身上下都给笼罩 哼 破 森柔冷冷一喝 手中的冰色长边猛然一个甩动 顿时之间 这片虚空已是冰色边影连连 每条边影都在疯狂挥舞着 肃杀之气弥漫虚空 那条笼罩着森柔姑娘的无形巨爪 随即在倒倒边影的挥舞之下破灭开来 万影合一 杀 无形巨爪被破 森柔连忙又是一声娇喝 趁势攻击 这片虚空的一道道冰色边影 顿时齐齐而动 汇聚一起 在苍穹之上 化为了一条巨大的冰色长边 然后随着柔人姑娘手中的动作 苍穹之上的那道巨大冰色长边 朝着那骑雄猛然挥急而下 仿佛携带着毁灭一切之力 是要将这骑雄 在这道攻击下毁灭 小贱人 倒还有两下子 不过你以为 就这两下子 便可以跟本神一战了 望着灰急向自己的冰色巨鞭 齐熊开口说 面对着狂暴毁灭之力的冰色长边 齐熊的脸上 依旧是一副满满的不屑之容 仿佛根本没有姜柔人姑娘 这绝强一极放在眼中 给本神 破去 而就在那条灰急而下的冰色长边 眼看即将灰急在齐熊身上之时 齐熊旋即发出了一声低喝 右手握拳 拳头有如正常人脑袋般大小 一拳直击而上 砰 一阵剧烈的暴鸣 顿时回响整片天地 紧跟着 平 仿佛含冰破碎的声音 回响而起 森柔凝聚的巨大冰色长边 蕴含着滔天的毁灭威势 竟然在那齐熊的一拳之下 破碎开来 冰扎飞溅 这 攻击被迫 森柔那张惨白色的脸上 随即浮现了惊骇之容 呵呵呵 而齐熊一拳破碎冰边之后便已收拳 望着前方的森柔发出了呵笑 双脚开始在虚空之中迈动 朝着森柔一步一步走去 第1427张冰之巨兽 站 呵呵呵见人 你想要本神怎么对付你呢 齐熊朝着森柔一步一步走去 脸上的笑意已经越来越甚 想要本神慢慢地折磨你呢 还是快快地折磨你 你想要享受哪个 森柔没有去理会那齐熊的言语 而随着齐熊一步一步走来 他那张惨白色的面容之上 凝重之色越来越甚 不过远处虚空观望的石峰极紫意 望着那步步紧逼的齐熊 此刻仍然没有要出手的样子 也没有微柔人姑娘的遭遇露出紧张的神色 也不知道这一刻的他们在心中想些什么 随着齐熊如熊般的身躯越走越近 而就在这时原本面色凝重的森柔 在这一刻忽然咧嘴露出了一抹冷然笑容 手中的冰色长边再一次猛然挥动起来 忽然发出一声娇喝 万冰合一那一片片破碎而散布四面八方的冰渣 并落掉落向下方的罪恶魔城 随着柔人姑娘这阵娇喝声响起 忽然之间 一片片冰渣皆是齐齐极急速涌动 转瞬之间便在那齐熊的身后 重新凝聚为了一道巨大的冰色长边 然后巨大的冰色长边急速狂猛挥舞 再一次朝着那齐熊挥击而去 重新汇聚的冰色长边 速度及力量 竟然比之先前更甚 嗯 感应到身后的力量波动 向前行走的齐熊脚步忽然一顿 面色一变 急速转身 哼 面对着又是这条冰色绝边 齐熊发出了一阵重重沉闷 甚至有些不耐烦的横生 右手载而握拳 朝着那条冰色长边轰击而去 而与此同时 一股无形强大之力从齐熊的壮硕身躯上冲击而出 冲向后方 以引挡及防止僧柔在后面偷袭 嗯 这股力量 随着巨大的冰色长边离自己越来越近 感应着此刻冰色长边上散溢出的冰寒之力及气势 齐熊的面色忽然又是一个变动 双目一睁 露出了有些惊讶之容 紧跟着 齐熊的一拳 再一次与那条巨大的冰色长边碰撞在了一起 这一次 冰色长边没有被齐熊一拳轰得破碎 呃 反而齐熊发出了一声沉闷的声音 然后身躯背震的向后急速倒退 这一次碰撞 很显然 这齐熊落了下风 而齐熊的后方 柔人姑娘还傲然站立 手中的冰色长边已经蓄势待发 就在那齐熊离得他越来越近之时 森柔右手猛然移动 手中的冰色长边朝前甩击而出 仿如一条冰色毒蛇出动 是咬向齐熊的后背 在柔人姑娘这一次急甩而出的长边力量下 齐熊后背冲击出的无形之力 不断地破灭开来 就在这一刻 冰色长边狠狠地击打在了齐熊的后背之上 啪 一阵脆响声回荡 啊 一阵凄厉痛苦的大好声 从齐熊的嘴中呵好而出 齐熊的面容 一下子因为痛苦而变得扭曲猙獰 没有想到森柔的这一击 竟然带来了如此折磨 随后 齐熊原本倒退的身影 在而在柔人姑娘的力量下直冲向前 这一次 他再次冲向了他前方的那条巨大冰色长边 而那条冰色长边 早已叙事待发 在而等待着齐熊的到来 痛苦的吼叫声很快便停下 不过朝前飞冲的齐熊 面容之上还保持着凶恶猙獰 紧跟着 哼哼哼哼哼 齐熊 发出了阵阵怒哼之声 怒视着前方的那条冰色长边 齐熊的右拳 在而紧紧地握了起来 拳头紧握 仿佛一下子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 这一刻齐熊的拳头 仿佛都要爆破一般 而就在众目睽睽之下 人们忽然见到齐熊那紧握的拳头 竟然忽然比原先猛然长大了一倍 一股更强的气势 在齐熊的身上升起 一股更加狂暴的力量 从齐熊的那一只拳头上散发而出 这 才是此人真正的力量吗 远处虚空 感应着齐熊拳头上忽然升起的强大力量 紫意开口 对时锋说道 他们早就发现了这个人不简单 刚才与柔人姑娘一战时 便就看出他并未动用权力 紫意的声音响起之后 时锋随即说道 我看并未就是他的真实战力 这个人接下来就算你我遇上 也最好是小心对待 不可大意 呵啊 随着身形离那条冰色长边越来越近 齐熊爆发出了一阵如同凶兽般的猛然大吼声 那只长大了一倍的右拳 朝着那条巨大的冰色长边 狂猛地轰击而去 轰 一拳之力 一阵恍如雷霆般的暴鸣声响彻而起 在齐熊这一拳的轰击之下 这一次那道巨大的冰色长边 并没有被齐熊轰得破碎 而是直接轰成了灰飞烟灭 一点残渣都没有剩下 呃 顿时之间 一阵娇喝从齐熊的身后不远处传来 娇喝之声 正是从森柔的嘴中发出 那条巨大的冰色长边被破 森柔的郊躯跟着一阵 面露痛苦 惨白色的脸色一瞬间 变得更加的惨白 看来那条有些诡异的冰色长边 被齐熊破去 森柔遭受到了反噬 看他此刻的样子 并不是很好受 哼 贱人 刚才竟然对本神耍起了花招 哼哼 哼哼哼哼哼 本神倒是要看看 你还有什么破手段 这一刻 齐熊怒然回头 怒然瞪向了森柔 怒声说道 说完那番话后 齐熊的身形旋即移动 朝着森柔瞬移而去 这一刻 这一天天地已经 弥漫起了浓郁的杀气 看来这齐熊 此刻已想将森柔给轰杀 站 面对着急速而来的齐熊 一个站字 从森柔的嘴中冷冷吐出 惨白色的面容 旋即浮现了满满的坚毅 一股强烈的战意 从森柔的身上升起 随后 森柔手中的冰色长鞭 再而疯狂舞动了起来 吼 顿时之间 一头冰色巨兽的幻影 在森柔姑娘的身上显现 发出了凶猛无比的大豪之声 凶威之气滔天 弥漫四面八方 然后那只巨兽幻影猛扑向前 猛扑向了怒攻而来的齐熊 哼 贱人 不管是什么凶兽 什么力量 都在本神的力量下 全部毁灭吧 啊 面对猛扑而来的兵之巨兽 齐熊在一次满视凶乐地发出怒吼 又是直接狂暴的一拳 猛然轰出 第1428章森柔 危险 兵之凶兽 凶威滔天 处于极度愤怒状态的齐熊 此刻的模样极威势 也丝毫不逊于一头发狂发怒的猛兽 这一刻 大拳狂暴轰出的齐熊 与那头寒冰巨兽幻影 狂猛地撞击在了一起 吼 这一刻 凶兽的怒吼声回荡这整片天地 胸威越来越甚 这一刻 冰冷的气息弥漫 剧烈的能量波动 四月四面八方 这一刻 这片天地间的所有人 目光皆是一瞬不移的凝视在了这片战场上 有些人甚至屏住了呼吸 大多促人都已经看得出 这一次碰撞 将是一次极为关键决定成败的碰撞 呵啊 齐熊的爆吼之声 也跟着在这一刻爆响而起 人们忽然见到 那只巨大的兵之凶兽 忽然轰然破碎开来 而紧跟着 齐熊的身形载而移动 从那破碎开的一块块寒冰幻影中穿透而过 继续急速冲杀向前 攻击载而被破 森柔的脸上 载而浮现了大金之戎 这一刻的她 脸色很明显地比之先前更加的难看 而与此同时 森柔很明显地感应到前方冲击而来的滔天凶威及滔天杀意 柔人未美 气战 而就在这时 从不远处传来了紫意的金声大喝声 而原本石锋与紫意所在的那片虚空 早已经空空如也 石锋与紫意的身形 早已消失不见 气战 听到紫意的金喝 森柔一声轻难 这一刻的她 惨白的面色有所动容 但是下一刻 她的面容之上再而浮现了无比坚毅之色 被自己冷然说道 气战 不是我森柔的作风 如若我今日在万众瞩目下气战 她日传入到了那个人的耳中 也会被那个人所瞧不起吧 我 不可以被任何人瞧不起 战 我要战 再战 一阵战意冲天的娇喝声响起 面对凶威滔天而来的奇雄 森柔姑娘仍然不怯 冰边在她手中又是一个挥舞 拳击之间 森柔姑娘的身上 一股森白色阴寒无比的剧烈风暴冲天而起 仿佛一根森白色剧柱直冲云霄 森柔姑娘的身影 都融入到了狂暴飓风之中 天地之间的温度 旋即跟着急剧下降 周围的空间 都仿佛要被冰寒之力给凝固起来 可 而就在这时 身却如熊般壮硕的奇雄 身形已经闪到了那股森白色狂暴飓风之前 在一次发出爆吼之后 狂暴硕大的拳头 朝着那狂暴飓风一拳轰出 轰 在奇雄这一拳的轰击之下 天仿如都要被他的拳头给轰穿 那一股狂暴剧烈的森白色飓风 旋即在奇雄的拳头下溃散 原本被森白色飓风吞噬的白色胶躯 再一次显露出身形 哼 贱人 给本神 去死吧 望着身前身形显现的森柔 奇雄怒然的脸上浮现了一丝凝笑 硕大的拳头 毫不停留地朝森柔那道看似柔弱的郊躯轰去 我这是 要死了吗 望着奇雄轰向自己而来的硕大拳头 森柔的脑海之中 忽然浮现了这么一个念头 这一刻的他 多重攻击被这奇雄给破去 身躯已经受创递越来越严重 面对奇雄轰来的这狂暴一拳 已经无力在反抗 森柔 忍输 而这时 一道男子的声音 在这片天地间响彻而起 这声音 是紫义的声音 他见森柔已经不敌 又不开口认输 旋即替森柔开口大喝道 喝声回荡 而这时 子异见到奇雄轰向森柔的拳头 依旧没有停下 连忙发出一声怒然大喝 奇雄 森柔已经认输 你快给我助手 哼哼 助手 听到子异话语 奇雄不屑地冷然一笑 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一般 道助手 这个贱人今日 必死 谁也救不了他 这一刻的奇雄 已经不管眼前的森柔认不认输了 他奇雄要杀的人 必须死 而就在这时 森柔的身前 随即有两道身影闪动 使风与紫义同时出现 挡在了奇雄轰来一拳的轨迹上 他们本就密切注意着这片战场 防止柔人姑娘出现伤害 先前一件不妙 便朝着这方急速赶来 阻止悲剧发生 嗯 阻挡本神 你们以为 就凭你们两人 就能阻挡住本神了吗 望着出现前方的石锋与紫义 奇雄根本不将他二人放在眼中 这一刻 奇雄的左拳给跟着狂暴轰击而出 一左一右 同时轰向石锋与紫义 他竟然 想要以一敌二 哼 见到这奇雄竟然想要以一个人 占紫义与自己 石锋发出了冷冷一哼 既然这个人想要如此找死 自己便先成全于他 这一刻 强大之力已经在石锋与紫义的拳头上凝聚 两人同时轰出狂暴一拳 迎击奇雄 刺个拳头 眼看转瞬之间便要撞击在一起 不过就在这时 一道无比威严的怒喝之声 在这片天地之间响彻而起 放肆 滚开 顿时之间 一股无比强大的无形之力忽然从天而降 落在了石锋与紫义的身上 石锋与紫义 顿时脸色大变 他们可以感应得出 这股恐怖的无形之力 根本不是他们所能抗衡的存在 两人的身形 瞬间朝着左右两边 背震飞 持风与紫义这两位扰赛者消失 奇雄轰出的双拳继续轰往向前 这一刻 他是以两个拳头同时轰向了森柔 攻击味道 光在那两拳的气势之下 森柔便感觉到了自己仿佛要窒息 森柔已经一动不动 等待着那两只双拳的轰来 过往的一幕幕 犹如闪电一般 在他的脑海之中急速闪现 不知不觉间 两滴晶莹的泪珠 从他的眼眶中滴落 划过双脸 呵呵呵 哈哈 死吧 双拳离得森柔越来越近 奇雄脸上的笑意已然是越来越甚 啊 不 不要 不远处 传来了紫义的大吼之声 而就在这一刻 奇雄的双拳 狠狠地轰击在了森柔的身上 轰 一阵无比剧烈的暴鸣声响彻而起 整片虚空 再一次发生了剧烈的波动 第1429章奇雄出手 轰 暴鸣声回响天地 啊 不 紫义的凄厉大吼声 回荡而起 紫义的身形 依旧在那股无形之力下 不断地飞着 不过就在这一刻 一阵无比虚弱的声音 在紫义的脑海中响了起来 快过来 替本扫护法 这道虚弱的声音 竟然是石峰的声音 嗯 听到石峰这声音 紫义的面色忽然移动 感应着身上的阵力 已经消失地差不多 随即身形再而一个闪动 向着那片战场闪了回去 不过此刻紫义已经发现 柔人姑娘 竟然没有在那奇雄的抱拳下身亡 而是身形倒飞了出去 森柔的身形虽然在急速倒飞 但是此刻的她 却并未在那奇雄的狂暴一击下 受到什么伤害 原来如此 朝着森柔急速闪去的紫义 玄机明白了过来 紧跟着 便见森柔的身前 一道黑色的身影缓缓显现 黑色的身影开始有些模糊 然后逐渐变得凝实 清晰 正是石锋 这一刻的石锋 双手紧紧地涌住了柔人姑娘 然后身形与柔人姑娘一同 不受控制地在急速飞行 不过此刻的石锋 看上去已经贪软无力 像是失去了浑身之力 石锋兄 森柔望着涌住自己的这道强壮身影 缓缓抬头 望到了那张年轻俊逸的脸庞 森柔也已经感应到 这一刻的石锋 力量全失 紧跟着 森柔便明白什么 暗暗惊道 雷霆战神诀 不仅森柔姑娘明白 就连朝着这个方向 急速顺移来的紫衣 也已经看出 石锋这模样 正是施展了雷霆战神诀 石锋与紫衣 他们二人被那股无形之力 给震飞 那股无形之力 对于他们二人来说 根本是无法抗衡的力量 但是石锋 却是在那一刻 施展了雷霆战神诀 借助雷霆战神诀爆发的瞬间之威 脱离了那股阵力 瞬移向森柔 千军一法之际 以他强悍的肉身 剃柔人姑娘挡下了那 骑雄狂暴凶猛的一击 保护 石锋肉身虽然无比强悍 但是那后背受了骑雄狂暴力量 延延实实的轰击 此刻还是喉咙一甜 一口鲜红的血液喷吐了出来 石锋兄望着石锋为了自己沦落如此境地 森柔随即一声惊呼 喊道 我 没 是 还死不了 休息一下 便好 石锋薰弱吃力 必应道 此时此刻 道道恢复肉身的手段 已开始暗暗运转 与此同时 他的双拳紧紧握起 他已将这一击 铭记在了心中 那骑雄必须得死 石锋在心中狠然说道 哼 受了本神如此强大的一击 竟然还没有死 这命 果然是很硬啊 而就在这时 一道冷然的声音在而响起 骑雄狂猛一击将石锋与森柔轰飞后 便又朝着这方追击而来 他岂能放过如此的好机会 让这两人活命 我认输 望着再次追杀来的骑雄 望着因为自己受创成如此模样的石锋 森柔已将什么尊严 什么面子 什么被人瞧不起都给抛下 冲着这片苍穹大吼道 贱人 现在想要认输 太晚了 听到森柔的话语 其熊满事不屑地回应着 而这一刻 他加快了朝那两人接近的身影 此时此刻这森柔认输 那道无比威严的声音还没有响起 他要趁着那道声音还没有响起之际 趁机轰杀这二人 随着身形急速接近 骑雄的右拳之上 强大狂暴的力量在而凝聚 正等着一接近 便给这两人致命一击 骑雄 圣 就在这时 无比威严的声音在这片天地间回荡起 但是这一刻 骑雄狂暴无比的一拳 眼看便要狂暴地轰击在石锋的后背上 而骑雄 也根本没有想要收拳的意思 继续朝前轰击 以这无比的一拳 寻常的身躯 极有可能将被他给洞穿 然后再将以同样好反抗之力的森柔给轰杀 哼 真是瞪鼻子上脸了 你 找死 而就在这时 一阵无比冰冷的声音响起 这一刻 紫衣已然到来 身形闪动 又一次挡在了那骑雄轰来一拳的轨迹上 紫衣双手缔结一道玄傲奇妙的手印 然后一掌缓缓推出 动作看上去极为缓慢 轰 一掌一拳 在这一刻猛然相撞在了一起 乍起的狂暴轰响之声 仿佛上苍发怒 这股力量 当感应到紫衣那一掌之力的骑雄 脸色在这一刻猛然间大变特变 而紧跟着 骑雄的身形 被紫衣震飞了出去 震飞了 如此强大的骑雄 眼看便要将那时风雨森柔给轰杀 没有想到 竟然被那紫衣的一掌给轰飞出去了 紫衣 竟然如此的强大啊 一掌震飞骑雄 刚才一时间急进下来的罪恶魔城中 忽然响起了一道道声音 声音仿佛引然全城之人 一阵阵排山倒海般的大吼声在而响起 停 紫衣一掌 令骑雄足足倒飞出了十来米 这一刻 骑雄在而爆发出了猛然一喝 将倒飞中的身形给强行停止下来 虽然刚才被震飞 但是此刻的骑雄看上去气势依旧十足 看来根本没受到丝毫的伤害 你 不错 这时 骑雄一直指向前方的紫衣 冷然一喝 喝出声后的骑雄 双拳载而紧紧地握起 看来他想要继续战斗下去 想与紫衣一战 紫衣傲立于时风雨森柔的身前 面色冷峻地凝视着那方的骑雄 仿佛等待着那熊过来一战 不过就在这时 无比威严的声音又在天地间回响 声音仿如命令 不允许任何人违抗 战斗结束 胜负已分 你们皆给本座退去 否则 后 果 赐 赴 当这道声音响起之际 这片虚空之中 顿时又有一股无形之力笼罩 这股无形之力的出现 仿佛在警告着谁若敢不听 便直接镇压下去 哼 骑雄发出了冷冷一哼 冲着紫衣三人又是冷冷开口 说道 死见种们 今天算你们走运 说着 骑雄的双目全数凝视在了紫衣的身上 道 你给我等着 刚才那一集 我骑雄记下了 第1430章 冷漠与自私 罪恶魔成上空 万中瞩目下的虚空战场 随着那道威严声音警告 紫衣与骑雄没有继续站下去 他们心中已经很明白 如若再违抗他的命令 那便是死的下场 骑雄留下了狠话之后 便身形一个闪动 退出了这片虚空 紫衣与柔人公养 带着身体无比虚弱的石锋 也离开了这片虚空 很快 三人的身形便在遥远处的一片虚空中显现 而天地之间 再一次回想起了那道无比威严的声音 第五战 凌雨站内住 随着这一道声音的响起 整座罪恶魔城 旋即沸腾 呼喝声犹如排山倒海 连绵不绝 凌雨 凌雨终于要出战了 凌雨 我等的就是凌雨展现风采的这一刻啊 凌雨 终于等到了凌雨啊 凌雨 我心目中的黑魔王子 我要嫁给他 凌雨 我要跟他做羞羞的事 凌雨 我的心目中只有他 我要给他生孩子 这一刻 整座罪恶魔城的欢呼声 都已经属于最热恶深渊的第一妖孽 凌雨 无比的热烈呼声 万众瞩目之下 凌雨身穿黑魔战甲 携带着滔天威士 来到了那片虚空战场的中心 一时间 整座罪恶魔城进入到了最高潮 另一片虚空之中 始风三人根本无暇去关注那片战场出现的凌雨 紫意与森柔的视线 全数凝聚在恢复伤势 恢复体内原力的始风身上 两人在这一刻 已经开始全心全意的为始风护法 绝对不能再让他出现丝毫的意外 此时此刻的始风 双腿盘膝悬浮虚空 不仅暗自运转代表着生命法则的古字 极九幽名公之九幽不灭体 除雾戒指之中 也有不断地缘时几股原石飞射而出 亦从除雾戒指中出来便爆破而开 在始风周身化为滚滚浓郁的元气 始风已经浑身毛孔大张 原石一爆破 所流出的元气便被他吞噬一空 哎 也该怪我 自知不敌那只狗熊 还要逞强 连累了始风兄 望着闭目恢复的始风 森柔叹了一口气 有些自责及愧疚地说道 这一次也算是好险 如果不是始风的话 他或许早已丧生在那奇雄的拳头下 后来要不是子役及时再出现他们身前 又挡住了奇雄的狂暴一拳 或许他与始风此刻都已经丧生 这一切的一切归根究底也确实是他当初没有听从始风与子役的劝说 任性了一回 听到森柔的话 子役开口安慰道 好了 事情已经过去了 你也不必想太多了 我相信始风兄弟既然愿意为你做这些 他不会怪你的 嗯 听到子役的话 森柔点头轻声一音 不过他再度望着时风之时 惨白色脸上的担忧不减 哎 又是一声轻叹 淋雨胜 无比威严的声音落下还没有过去多久 这时候 又响起了起来 罪恶魔城之中 响起了一道道失望的叹息之声 原本人们想见到妖孽淋雨与人展开一战 将匕首展为两截的血腥场景 因为胆敢与妖孽淋雨一战的人 都会被他的天霸魔刀给残狠的展为两截 确实没有想到 那个内加内助 竟然确战了 居然连面对淋雨的勇气都没有 罪恶魔城随着一阵阵叹息声响起 也随之响起了一阵阵的叫骂之声 内加内助 真是枉为天骄啊 竟然连这点勇气都没有 真没种 确实是 真够没种的 估计狗修炼了这么多年 也不会像他这么闹吧 恨恨内助 只会给他们那家丢脸 内助 这样没种的人 还不如死了算了 与其这样没种的活着 还不如被淋雨的天霸魔刀斩为两截 只因为内助没有与淋雨一战 没有让他们看到他内助被淋雨一刀斩为两截 对于内助的咒骂声一阵跟着一阵响起 这些人嘴中在骂内助没种 确实不知道他们在心中有没有想过 若是他们自己遇上妖孽淋雨 会上去与淋雨一战 一句句气愤的咒骂 只因为内助没有死 这一刻 不知道要说人性的冷漠 还是人性的自私 近日雷台大笔结束 明日正午 此地继续 跟着 这一道无比威严的声音又跟着回荡天地 随着这道声音的落下 罪恶魔城中 本来汇聚一起如汪洋大海般的人流 开始流动了起来 近日战斗结束了 听到那道威严的声音 紫义开口咧喃道 明日一战 不知道明日 能否遇到妖孽淋雨 而就在这时 紫义的身上忽然流露出了杀意 暗自冷然说道 明日与其让我遇到淋雨 还不如让我遇到那骑雄 他 我一定要亲自将他给斩杀 罪恶魔城中聚集的人不断散去 天色逐渐黑了下来 不过虚空之中的三道身影 仍然在那 石峰依旧在恢复着丹田内耗损金光的元气及伤势 紫义与森柔依旧寸步不离 守护着他 直到整片天彻底黑了下来 下方的罪恶魔城中开始灯火通明 石峰为毙的双目才缓缓睁开 呼 微微张嘴 一口灰黑色的浑浊之气 从石峰的嘴中缓缓吐出 身躯微微移动 盘膝而坐的身躯 也跟着缓缓地直立而起 微微转过头 望向紫义及森柔 石峰忽然咧嘴一笑 对着他们说道 辛苦你们了 见到石峰苏醒 这一颗森柔惨白色的脸上 依旧是满是歉意 仿佛做错事的小孩一般 开口对着石峰弱弱说道 石峰兄 不好意思 连累你受了这么重的伤 你现在 怎么样了 望着森柔 石峰脸上依旧带着淡然的笑意 摇头说 没事 本少是你如朋友 就你应该 石峰话音刚刚落下 紫义也跟着对森柔说道 柔人妹妹 我就说石峰兄弟是不会怪你的 这件事 你就不必再放在心上了 嗯 不必放在心上 这时石峰也开口附和紫义的话语 不过 而这时 紫义忽然说出不过二字 然后视线从柔人姑娘的身上移开 微微转过头望向石峰 第1431章 石峰战骑雄上 夜空之中 紫义开口 问石峰道 当时在那股强大力量之下 你竟然施展雷霆战神诀脱离了出来 不过你施展雷霆战神诀 不是有三个呼吸的绝强状态 莫非 听到紫义莫非二字 石峰点了点头 回答道 没错 在那股强大力量下 我虽然爆发雷霆战神诀脱离了出来 但是却也力量尽失 别说是三个呼吸 如果有一个呼吸保持在雷霆战神诀的那种状态下 我便一拳轰爆那头狗熊的熊头 听到石峰的话语 紫义点了点头 露出了果不其然的表情 随后紫义又开口 说道 现在最为重要的 是我们三人都平安无事 明日 我们再找那头狗熊算账 明日最好让本少跟那只狗熊碰上 今日知仇 本少要亲手来报 一想起今日被那骑熊重创 石峰便满是愤怒 满是杀意 冷冷说道 这时 紫义也跟着出声 如果明日我碰上那只狗熊 我定然让它有去无回 摘它熊头 不过你们两个虽然变态 但是明日跟它遇上的话 你们还是一定要小心一点 不可大意 听着石峰与紫义的话语 森柔轻声开口 跟着它又说 对于此人 我总是有种感觉 它今日其实还没有出动真正的权力与我一战 听到柔人姑娘的话 紫义点头 说 放心吧 我们知道 明日 那头狗熊必死无疑 石峰也跟着无比肯定地说道 走 今夜我们好好休息 明日全力一战 明日 我们不仅仅要对付那头大狗熊 还有那的绝世妖孽 林雨 如今只剩下五人 他们二人明日与那妖孽林雨遇上的几率也是极大 嗯 走 石峰轻轻一点头 然后三人身形同时一个闪动 闪向了下方灯火通明 一眼望去极为绚丽的罪恶魔城 落向了人们向往之地 地狱先进 日夜交替 太阳东升 新的一天很快又紧跟着到来 天刚一亮 罪恶魔城之中便以人满为患 一道道人流 不断地从四面八方 朝着最中心处涌入 如今留下的 都是绝世天骄 今日的战斗 将是绝强争锋 定然更有看头 只是希望今日林雨出战 笔手不要跟那内柱那样如此闹肿 不然的话 又将令人失望了 哈哈哈哈 这个将极有可能的事啊 谁让他是林雨呢 面对林雨而退却 这其实不是早在我们的意料之中吗 昨日那骑雄与石峰 紫义结下仇怨 那石峰还被骑雄给重创 今日他们遇上的几率极大 不知道会如何 这一战 我倒也挺期待的 今日的天骄之战还未开始 罪恶魔城之中 便已经对今日之战开始议论纷纷 今日擂台之战 倒真的是充满了看头 经过昨日的一番淘汰 今日留下的 才是真正的绝世天骄 今日 才是真正的天骄争锋 在万众期待之中 天空中的焦阳越升越高 今日 天地之间的温度也变得越来越闷热 而就这时 虚空之中 有身影在闪动了 林雨 石峰 紫翼 骑雄 燕鹿 五大强者 五大强者竟然一起出现了 五道身影出现在了虚空之中的四个方向 其他三人一人各为一方 而石峰与紫翼出现于北边虚空 两人傲立于一起 一到来 石峰的双目便凝视在了南方 那一道如雄般撞硕的身影上 石峰身上旋即有沙翼升起 而骑雄的注意力 也早就集聚在了这方 同样冷视着石峰与紫翼 身上也同样是升起了沙翼 如果不是雷台大比 如果这里不是罪恶魔城上空 估计这两人 此刻早就战斗在了一起 不死不休 昨日遭这头狗熊重创 石峰此刻杀这狗熊的心极为强烈 这一刻的石峰 就连与那妖孽林雨一战的心情都已经不太强烈 要将这头狗熊给亲手斩杀掉再说 随着太阳越升越高 眼看正午即将到来 这时石峰仰望向苍穹 冲着苍穹冷声喝道 此次战斗 安排我石峰站那头狗熊 石峰喝声很响 回荡于这整片天地 而随着石峰这道喝声响起 骑雄也跟着抬起了头 也望向苍穹一喝 便安排我骑雄与这小杂种一战 今日我骑雄 并要将他给亲手撕碎 要战 你们现在便战 而这时 那道无比威严的声音忽然响起 这一刻的语气 充满了轻松随意 好 听到那道声音 一个好字被石峰冷喝而出 好 而另一边 骑雄也是喊出了一个好字 小心一点 不可大意 而这时身旁的紫义开口 对石峰提醒 原本紫义也想斩杀那骑雄 却没想到石峰仰天一喝 发出威武声音的那人 竟然真同意了 放心 等我提着那颗熊头盔来 石峰不屑地应道 看他这模样 好像还是不将那骑雄放在眼中 他石峰 岂会怕那头狗熊 紧跟着 石峰身形闪动 消失在了紫义身旁 转瞬之间 便来到了那片虚空战场 当石峰到来之后 那道壮硕如熊的身影 也紧跟着在他的前方显现 望着如今看上去 已经完好无损的石峰 骑雄开口 道 没有想到你这小杂种的肉身 这么强硬 昨天在本神的手中 伤成那样都挺了过来 而且今日看上去 已经彻底恢复 哼 本少之强大 又岂是你这头畜生所能明白 废话少说 站吧 让本少斩下你这颗熊头 送你上路 轰 当石峰的话应当落下 一道无比狂暴的轰鸣之声 旋即响彻而起 石峰的身上 顿时爆发起了狂猛雷霆 顿时之间 这片天空之中 已经暗黑雷光闪耀 雷霆气势逼人 哼 站 面对着前方冲击而来的狂猛气势 骑雄发出了一阵怒然大吼 那只右拳猛然一握 转瞬之间 又跟昨日一样 壮大了一倍 而紧跟着 骑雄壮硕的身形一个闪动 顺移向前 站向石峰 第1432章石峰站骑雄中 骑雄杀来 浑身缭绕狂暴暗黑雷霆的石峰也跟着移动 两道身形即将接近 骑雄抬起了他那硕大无比的右拳 朝前一拳爆轰 与此同时 石峰也抬起了他的拳头 身上的狂暴雷霆 开始了急速疯狂涌动 拳术涌向了他抬起的右拳 石峰原本被暗黑雷霆吞噬的肉身 再而显露于众人的视线当中 不过此刻暗黑雷霆急剧的右拳 已经变得异常狂暴 暗黑雷光也是异常璀璨耀眼 汇聚暗黑雷霆之力的右拳 这一刻的气势也是无比的惊人 随后石峰也是一拳狂猛轰击向前 嗯感应到石峰此刻右拳上的力量 一拳轰出的骑雄面色忽然一变 露出一抹金融 不过就在这一刻 一个无比硕大的右拳 与一个急剧狂暴雷霆之力的拳头 猛然撞击在了一起 轰 一阵无比剧烈的暴响 响彻整片天地 震耳欲聋 整片虚空的空间都发生了剧烈波动 仿佛海浪滚动 而 而就在撞击过后 一阵沉闷的痛呼声随之响起 沉闷的痛呼 乃是骑雄发出 紧跟着 骑雄那具无比撞术的身躯 在石峰的力量之下急速倒飞了出去 反观与骑雄撞击后的石峰 却眼如泰山一般 暴力虚空之中一动不动 很显然 在刚才的强强碰撞之下 石峰占据了绝对的上风 哼 而就在这时 望着急速倒飞出去的骑雄 一阵冷恒之声从是石峰的嘴中响起 随后 石峰改拳为掌 一掌轰击向前 哦 隐隐之间 一道龙吟之声响天彻地 一条暗黑雷龙被石峰一掌轰出 散发着绝强无比的雷霆气势 飞腾向前 冲飞向身形还在急速倒飞的骑雄 喝吼 就在这一刻 骑雄仰天发出一阵怒然大吼 倒飞中的身形 被他硬生生地顿指下来 而就在这时 在万众瞩目之下 人们见到骑雄有着硕大拳头的整条手臂 忽然猛然胀大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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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整条袖子 都随着手臂的胀大而爆碎开来 一条快快肌肉爆起 经外暴胀 充满爆炸性力量的手臂显现 骑雄整条手臂暴胀 就连整个人的气势 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变 面对着那条冲飞而来的暗黑雷龙 狂暴的一拳直轰向前 轰击在了那条暗黑雷龙的龙头之上 轰 剧烈的暴鸣又在天地间回荡 骑雄那一拳 已经瞬间将那那条暗黑雷龙给轰爆 看来此时此刻手臂都已爆胀的骑雄 力量又变得强大了许多 果然如昨夜森柔姑娘所说 这头狗熊 昨日一战时 根本未出动权力 而此时此刻手臂都爆胀的他 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出动了权力 哼 而就在这时 一阵无比冰冷的横声又响起 紧跟着便响起了石峰的话语声 大狗熊 本勺已经给你机会 让你出动权力 既然不珍惜本勺给你的这次机会 那便在后悔中死去吧 石峰的声音刚一落下 骑雄的身前便有一道暗黑身影闪动 这瞬息之间的功夫 石峰已经到达了他的身前 而此刻的石峰 手持嗜血雷剑 嗜血雷剑上 也开始狂暴无比的暗黑魔雷缭绕 闪耀着璀璨的暗黑雷光 石峰右手一动 嗜血雷剑横着斩棘而出 指斩骑雄的脖颈 想要斩下他这颗熊头 哼哼 见到嗜血雷剑斩来 骑雄连续发出了两阵冷哼 冲着石峰冷然喝道对付你 如今这力量早就足以 说着 骑雄狂暴一拳直轰而上 轰向石峰斩棘 向自己脖颈的那一剑 凭狂暴一拳猛然轰中嗜血雷剑 仿佛众物狠狠撞击金属的声音响彻而起 但是紧跟着 骑雄这无比狂暴的一拳 竟然在嗜血雷剑的力量下被震开 整只手臂顿时发麻 这一刻 骑雄双目旋即瞪大 猛然大惊 因为拳头被震开之后 嗜血雷剑还在斩向自己脖颈 离得脖颈越来越近 而就在这千钧一法之际 骑雄脖颈于脑袋扭动 以一种无比诡异奇怪的姿势 显之又显地避过了嗜血雷剑的斩杀 嗯 刚才那种状况 石峰以为可一剑斩下这颗熊头了 却没有想到 那样都被这头狗熊给避过 避过石峰一剑之后的骑雄 身形不断急急避退 经历刚才惊险 这一刻的骑雄仍然心有余悸 跑 剑到身形急退的骑雄 石峰随即身形闪动 提剑追杀上去 哼 小剑种 完全是你逼本神的 既然你那么想要找死 那么本神便成全于你 让你见识见识 本神真正的绝强力量 吼 身形急退的骑雄 说着说着 忽然仰天 面目变得异常凶恶 猙獰扭曲 发出了一阵仿如凶兽般的怒吼 而随着骑雄的这一阵怒吼声响起 顿时之间 不仅整片虚空发生了剧烈波荡 整片天 都跟着昏暗了下来 仿佛有极为不祥的事 要发生于这片天地间一般 怎么回事 天怎么黑下来了 骑雄定然是那骑雄使用了秘法 天地都跟着变色了啊 到底是什么秘法啊 竟然可令天地变色 看来这骑雄 如他刚才所说 要动用真正的力量了啊 十丰兄 地狱先进的门口 站立着一道白色倩影 这道倩影 自然是森柔姑娘 望着此刻天地变色 森柔姑娘惨白色的脸上 随即浮现出了满满的担忧 苍穹之上 而就在这一刻 骑雄的整个身躯都在暴涨 身上的衣衫早已破碎底稀巴烂 他本就壮硕高大如熊般的身躯 足足长高了二分之一 到的这一刻 骑雄魂身上下的每一块肉 看上去都仿佛充满了爆炸性 可抵挡一切毁灭一切的力量 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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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阵阵仿佛野兽般的怒吼声 一阵接着一阵 不断地从骑雄的嘴中吼出 进入此等状态的骑雄 此刻看上去跟发狂发怒的凶兽 已没什么区别 面目之上 仍旧保持着凶恶猙獰之状 两只双目 已经变得一片通红 闪耀着血红色的幽光 第1433章石锋战骑雄 下 骑雄浑身暴胀 面容依旧是凶恶猙獰 进入这种状态后 骑雄的模样看上去 仿佛很是痛苦一般 双目闪耀着血红色的幽光 直直地瞪着前方持剑杀来的石锋 骑雄狠狠吐出声 道 死 本神要亲手撕碎你这狗杂种 吃你肉 喝你血 以撞本神之身 骑雄此刻说话的声音都已经大变 声音嘶哑 仿佛一头野兽在学人讲话 很是吃力 这才是这头狗熊的真正战力嘛 双目凝视着前方身躯及气势完全大变的骑雄 石锋开口嘀喃说道 望着骑雄的身躯离得自己越来越近 石锋的脸上 顿时浮现了不屑的冷笑 跟着笑道 哼 这头狗熊的真实战力 如果仅是这样的话 那么 便可以去死了 说着这番话时 石锋冷冷一喝 一字一顿 雷 龙 出 试 随着石锋这四字响起 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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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然之间 一阵又一阵无比剧烈的雷鸣之声 从石锋的体内爆响而起 雷鸣之声一阵响过一阵 而与此同时 一阵狂猛无比 无比争吟巨大的暗黑雷霆 从石锋的体内爆发而出 暗黑雷霆为龙的形状 乃一条暗黑雷霆巨龙 雷霆巨龙一出 转瞬便吞噬了石锋的身躯 或者说石锋整个人 都化为了这条巨大的暗黑雷龙 哦 暗黑雷龙龙嘴大张 龙鸣之声回荡于这整片天地 感应着苍穹之中暗黑雷龙 所散发出的绝强气势 罪恶之城之中 一个个面色玄机大变 这 这道战绩 这条暗黑雷霆巨龙 便是这石锋的最强秘法了吗 石 石锋 浩强 石锋战骑雄 石锋化身暗黑雷龙 骑雄肉身进入狂暴状态 真是越看越心惊了 强强撞击 到底谁胜谁负 而就在众人发出的 震震惊呼声中 那条狂猛巨大的暗黑雷龙 与那身躯暴胀 仿佛进入狂暴状态的骑雄 狂猛的撞击在了一起 哦 吼 龙银之声 与凶兽的怒傲之声 再而回响于这整片天地 狂暴的能量 在苍穹之中狂猛肆虐 这一刻 所有人双目皆是一瞬不移地盯着苍穹之中 盯着那条巨大的暗黑雷龙 盯着那道狂暴状态的骑雄 所有人都已经看出来 这一次碰撞 应该是最为关键 决定于胜负的碰撞 到底胜负如何 到底属强属弱 到底谁死在谁的手中 而紧跟着 就在这万众瞩目之下 人们见到骑雄无比壮硕的身躯 顿时被那条暗黑雷龙给吞噬 啊 一阵无比凄厉 无比痛苦的声音 随即在这片天地间回响而起 这阵凄厉痛苦的声音 人们都已经听出 这是骑雄发出的声音 胜负已分了嘛 骑雄败了 应该是骑雄败了 刚才那痛苦的声音 明明是那骑雄的声音 看来胜利者 是石峰 石峰兄 地狱先进门口前 同样望着苍穹之上的森柔 这一刻 原本满是凝重的脸上 忽然跟着松懈了下来 惨白色的脸上浮现了一抹轻笑 一下子都好像多了几分血色 森柔姑娘暗暗笑道 好 真是太好了 石峰兄 好 暴力北边虚空的子役 望着那方的战场 也是咧嘴一笑 喊出了一个好 东边虚空 暴力着一道犹如神魔般的暗黑身影 这道身影 正是妖孽凌羽 凌羽望着中心处的战场 暗自一声青南 化身暗黑雷龙 这力量 有意思 地狱先进一处即隐蔽的阁楼之中 一道白色倩影傲立于窗前 抬头望着苍穹 目光凝视在那头无比巨大的暗黑雷龙之上 暗自青南 石峰 身怀不死魔体 斩杀古恶山剩余古烟 如今莽荒大陆的第一天骄 如果石峰与子役在此的话 定然认出阁楼中的这人 此人 正是被称为第一情仙的羽星 没有想到这羽星 竟然对石峰的身份如此了解 在一道道目光的注视下 人们见到苍穹之上那条巨大的暗黑雷龙 猛然一个震动 黑色雷龙瞬间溃散消失 随后 一道暗黑色的身影 出现在了万众瞩目之下 身着一件暗黑铠甲 长发随风舞荡 面容冷峻 除了石峰还能有谁 至于齐熊魁梧壮硕狂暴的身躯 已经消失不见 只剩那一颗人头 还保持着凶恶猙獰之容 被石峰抓着头发 提在手中 石峰说过要斩下他的这颗熊头 如今已然实现 死了 死了 齐熊真的死了 如此天骄 竟然就这么死了啊 石峰 恐怖如斯 石峰 天骄石峰 斩杀了齐熊 尽管先前 齐熊被暗黑雷龙吞噬 人们便已猜到了这个结果 不过当人们见到雷龙退散 石峰提着那颗熊头 还是发出了一阵阵的惊呼之声 这一战 也可以算是到的如今 发生第最为激烈的一战 最终以齐熊被石峰斩杀 落下了帷幕 石峰上 这一刻 那道无比威严的声音再次响彻于这片天地 宣布着这个所有人都已经知道的结果 石峰之名 更加的在罪恶魔城之中响彻 相信再过不了多久 便会习卷整片罪恶深渊 石峰此刻低头 双目凝视着站在地狱仙境大门口前的森柔 刚好与森柔四目相对 随后 石峰咧嘴一笑 道 送给你 说着之时 石峰右手一个甩动 将手中的这颗熊头甩下 拋向罪恶魔城之中 此时此刻 石峰也算是向柔仁姑娘实现了她的承诺 她 好 望着虚空中落下的那颗熊头 柔仁也是朝天一笑 右手承爪探向虚空 紧跟着 那颗熊头急速飞射向了她的手中 被她牢牢抓住 可以得到这份礼物 柔仁姑娘心中也满是欢喜 这骑熊 在罪恶魔界中便开始找自己麻烦 与她一站 自己险些死在她的手中 就连石峰都因为自己遭受牵连而身受重伤 柔仁姑娘 自然极希望她死 而就在所有人 都还凝视着虚空中的那道黑色身影之时 那道无比威严的声音 在而在这片天地间回响而起 第二站 林语站子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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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那道威严无比的声音在而响起 原本脸上还挂着笑意的石峰与森柔 面色玄机一变 第1434章五招 林语站子役 当听到这道声音响起之时 石峰与柔仁姑娘脸色同时一变 而不仅石峰与柔仁 整座罪恶魔城中 诸人的脸色都是先是一变 然后紧跟着 呼喊声又响起 林语站子役 林语 林语 林语要出战了 如果真战 那么子役并然比那没用的内柱有看头吧 但是怕就怕 这子役 会跟那废物内柱一样 确战 林语 天下第一要念林语 谁胜谁负 其实结局我们已经知晓了 林语一战 一个个人的心中已经基本没有什么悬念 要念林语 本来就已经被每个人认为 此次大比的第一 林语 呵呵 林语 终于等到这一刻了吗 北边虚空之中 子役此刻笑了起来 先前心中一直在期待 当这一刻真正到来之时 子役的心中 反而是前所未有的轻松 子役 这一刻 石峰回转过头 望向了远处虚空的那道身影 与此同时 石峰身形一个闪动 离开了这片虚空战场 转瞬之间 石峰便出现在了子役的身前 开口说 怎么样 有没有自信 见到石峰到来 听到石峰这话语 子役对他咧嘴一笑 没有回答石峰的话语 反而反问他道 哈哈 石峰兄弟 倘若我被斩杀 你会如何 你被斩杀 听到子役这话语 石峰双目为毙 面色旋即阴沉了下来 冷然开口说 你是个不错的朋友 昨日要不是你 我可能已被那只大狗熊给轰杀 如果那淋雨斩杀于你 我石峰 必为你报仇 哈哈 哈哈哈哈 听到石峰那番话 子役没有再说什么 而是仰天发出了一阵豪爽的大笑 紧跟着 子役身形一个闪动 消失在了石峰的身旁 去空战场 两道身形同时一个闪动 正是子役与淋雨同时出现 醉恶魔成钟 随即欢呼声更响 出现了 出现了啊 紫役没有确战 她的勇气 果然不是废物内宁可比 太好了 终于可以见识淋雨一战了 哈哈哈哈 我很期待 淋雨的天霸魔刀一出 将敌斩为亮节 淋雨战紫役 期待 淋雨 这一刻 紫役的目光已经全数凝聚在了前方那道身影上 忽然咧嘴一个冷笑 而此刻 暴力前方的淋雨也没有急着动手 冷视前方的紫役 道 看来三年来 你确实长进了不少 很是不错 三年之前 我三招拜你 三年之后 便以五招 哼 五招 听到淋雨的话 紫役冷冷地冷恒出声 对于他来说 淋雨说以五招拜自己 还是对于自己极大的羞辱 紫役冷然开口 说 那我便看看 你淋雨如何以五招拜我 说完这番话后 紫役双手各幻化为一道玄妙无穷的手印 然后双手缔结于一起 顿时之间 一道道密密麻麻的古老符文 在紫役的周身显现 仿佛一条条小鱼 绕着紫役游动起来 而这时 暴力前方的淋雨 又长之上一股浓郁的魔物爆发 而出 然后看似很随意的一掌朝前推出 淋雨手中的暗黑魔物 瞬间在他的手心之中凝聚为一个暗黑骷髅头 散发着无比邪义的气息 然后朝着前方的紫役狂猛飞击而去 淋雨 发动了他的第一集 来了 望着急速狂猛飞击来的暗黑骷髅头 紫役手印不断地翻飞起来 收影连连 而那些缭绕在紫役周身的古老繁杂符文 其启动了起来 闪耀着浮光飞射向前 席卷向淋雨发动的那只暗黑骷髅头 紧跟着 密密麻麻的古老符文 便与那的暗黑骷髅头碰撞在了一起 顿时之间 这片空间发生了狂暴波动 在这狂暴波动之下 人们见到那只暗黑骷髅头 竟然与那些密密麻麻的古老符文 同时消失在了虚空之中 消失了 淋雨与紫役的攻击 竟然同时消失了 应该说 紫役竟然挡下了淋雨的攻击 刚才我还以为 淋雨发动的暗黑骷髅头 便可终结这场战斗了 却是没有想到 与紫役碰战成了平手 这紫役竟然如此强悍 他到底是什么来头啊 淋雨与紫役的一击碰撞 醉了魔城中顿时又是惊呼声连连 估计刚才任谁都没有想到 这紫役 竟然可以挡下了淋雨发动的一击 第一招 而这时 苍穹之上的紫役 冷视着前方的淋雨 冷笑着吐出了声 这一招将淋雨的攻击给挡下 此刻紫役的脸上 浮现了一抹挑衅之容 随后 紫役的双手 在而凝结为一道手印 手印在而缓缓地动了起来 一道道涟漪从紫役的身上荡漾而出 像是在凝聚下一波攻击 哼 而与此同时 一阵依旧带着不屑与戏虐的冷恒之声 从淋雨的嘴中横出 此刻的淋雨看上去 仿佛依旧没有将紫役放在眼中 尽管他刚才挡下了他淋雨发动的暗黑骷髅头 不过挡下我一招而已 就以为可以飞天了 哼哼 淋雨说着 这是他右手成爪 摇摇对着前方的紫役 往下一抓 旋即之间 紫役头顶之上滚滚魔物疯狂涌动 转瞬便凝聚为了一个巨大的暗黑魔爪 将紫役笼罩在了下方 然后猛然移动 朝着紫役狂暴抓下 龙斧 杀 面对着上空抓下的暗黑魔爪 紫役面色不动 发出一声无比冰冷的低喝之声 右手凝聚为一道剑指 一指指指而上 指向上舱 顿时间 一道巨大仿佛龙之形状的古老符文 从紫役的身上飞腾而出 仿佛龙飞九天 奔腾而上 奔向那只抓下的暗黑魔爪 紧跟着 龙之形状的巨大符文 便与暗黑魔爪碰撞在了一起 这片苍穹 再一次发生了猛然波动 而身处于波动最为剧烈下的紫役 依旧是面色不动 仿佛对于自己刚才发动那一击 那一道龙之形状的符文 无比的自信 第1435章天霸魔刀 狂猛相撞下的龙形符文 暗黑魔爪 在万众瞩目之下 其其消失在了紫役所处的上空之中 这一次 紫役又再而挡住了那妖孽陵羽的攻击 第二招 紫役再而望着前方的陵羽 再次冷笑着开口说道 第二招了 远处虚空之中的石峰 望着那片虚空的战斗 也跟着开口一声呢喃 不过在石峰的眼中 这妖孽陵羽 其实根本没有动用权力 但是陵羽没有动用权力 这变态紫役 又何尝不是如此 的确是长进了不少 第二次攻击被挡下 陵羽脸上的不屑倒收了起来 此刻的模样 也算是正是起了前方的紫役 而这时 紫役再而开口 冷冷一喝 陵羽 拿出你的权力来吧 你的天霸魔刀呢 拿出来吧 罪恶深渊的人都知道 要念陵羽最强的战戏 便是他的那柄霸绝天下的魔刀 天霸魔刀 天霸魔刀到底是什么品阶的战戏 没有人知道 陵羽到底从何获得 也是众说纷纭 有传闻 陵羽出生那日 整片天地风云变色 魔物滚滚 天霸魔刀从天而降 落在还是婴儿的陵羽身旁 天霸魔刀乃是上苍之物 则主降落世间 与陵羽血脉相连 愿助陵羽 成就他一生霸业 更有传闻 陵羽年少之时入一魔地 历经艰险 从群魔围困之中杀出重围 得此天霸魔刀 还有人说 此天霸魔刀乃是罪恶三魔主花费必生心血 收集世间最好的天才地宝 请网荒大陆最好的神恋师恋志 特传给他们唯一的妖孽土地 林羽 传闻天霸魔刀出炉那日 霸气冲天 血光闪耀 万鬼啼哭 群魔幻隐乱舞 出现了种种天地异象 反正关于林羽的绝霸战气天霸魔刀 什么样的说法都有 天霸魔刀 听到子异的话语 林羽原本脸上消失的笑容在而浮现 还是跟刚才一样的清孽之容 开口道 你虽然长进了不少 但是想要我动用天霸魔刀杀你 你还不配 哦 是吗 听到林羽的话语 子异也是在而跟着咧嘴一笑 然后说 那么这一次 便由我发动攻击吧 看看你林羽 动不动用 天霸魔刀 说到最后四次 子异冷声一喝 紧跟着 子异的双手都已经凝结为掌 双掌看上去在他身前 很缓慢地动了起来 仿佛两条鱼儿 很缓慢地在他身前缓缓游动 双掌所过之处 留下了道道如水波般柔和的波纹 不过渐渐地 子异周围的空气 仿佛突然忽冷忽热起来 阴阳之力 远处的虚空 感应着子异此刻身上升起的气势 及他双手之中散发出的能量 十分开口一声轻难 此时此刻 子异右手为阳 散发着无比炙热之力 左手为阴 散发着极为阴冷的气息 一阴一阳 仿佛在相互排斥 又在子异的力量下 仿佛在相互融合 阴生阳 阳生阴 阴阳相生又相克 阴阳之力 容 而就在这时 淋雨冷然一喝 各自凝聚着阴与阳之力的双掌 在这一刻猛然拍击在了一起 轰轰轰轰轰轰 天地发生了一阵剧烈的颤鸣 淋雨所在的苍穹之上 顿时有一个巨大无比的圆形图纹显现 圆形图纹一半为黑 一半为白 就好像两条巨大的阴阳与焦合于一起 这道显现苍穹之上的圆形图案 正是一幅巨大的太极之图 子异凝聚阴阳之力 发动了太极之力 此刻子异 朝着前方冷冷一喝 阴阳太极 沙 阴阳太极 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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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道年轻冰冷的喝喊声 响彻于这整片天的 在天地之中回荡开来 由于那道巨大的太极之图显现 罪恶魔城之中 一时间都变得极尽无声 无数人心中暗暗心惊的同时 皆柄住了呼吸 凝视着虚空 而随着刚才那道年轻冰冷的喝声响起 这一刻 巨大的太极图纹猛然移动 如同巨山坠落 朝着下方的淋雨镇压而去 阴阳之力 太极 此刻的淋雨 早已经抬头望天 所有的注意力都集聚在了那道镇压而下的太极图上 而他的脸上 竟然都浮现了一抹凝重之容 看来对于子役此次发动的这一击 他淋雨已经不敢再小视 看我 如何破 而就在这时 淋雨爆发出冷声一喝 身形旋即移动 直冲而上 强势冲击 淋雨身形所过之处 皆是魔物汹涌滚滚 没有多久 携带着滔天魔物的淋雨 瞬间便与那幅巨大的太极之徒撞击在了一起 轰 一阵无比剧烈的暴鸣声乍响 令得天地之间的空气 都发生了震荡 轰轰轰轰 下方那座古老巨大的罪恶魔城 都因为苍穹之中强大无匹之力的猛然碰撞 发生了唯唯颤鸣之声 撞击上了 淋雨与那太极之徒 撞击上了 这碰撞之力 好恐怖 原本沉寂下来的罪恶魔城 惊呼之声又不断地响起 而此时此刻 淋雨的身躯 已经消失在了那滚滚魔物之中 在众人们的视线当中 此刻就好像那滚滚汹涌的漫天魔物 与那巨大的太极之徒 不断发生着碰撞 激烈争锋 而这时 人们突然发现 那发动太极图攻击的紫翼 已不知何时消失在了虚空当中 这紫翼 这紫翼 没有想到 除了淋雨之外 竟然还有紫翼这样的天骄 原本我以为 这紫翼将在淋雨的一招下被解决 却是没有想到 他竟然与淋雨战成了这样 这一战 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淋雨 紫翼 紫翼 淋雨 这一战 就算他紫翼败了 估计也没有人会将他忘记 从此之后 罪恶深渊又多了一名如妖孽般的天骄 紫翼 仅此于淋雨的一带妖孽 石锋这时 自然也是仰头凝视着上空之中的狂猛碰撞 凝视着那幅巨大的太极之徒 自语说道 这是他最强的攻击了吗 跟着 石锋 微微摇了摇头 说 要说这是他最强的攻击 我看未必 紫翼 第1436张魔刀斩天 斩尽世间一切 苍穹之中第三招对决 滚滚魔物抵挡 镇压而下的巨大太极之徒 魔物看上去已然越来越磅礴 越来越浓郁 越来越凶猛 仿如一片滚滚涌动的黑色海洋 而太极之徒旋转而动 旋转的速度越来越快 弥漫天地的阴阳之力越来越甚 喝 忽然之间 一阵仿佛极为暴怒的怒然大喝 响彻这整片天地 淋雨 这声音 是淋雨的暴喝声 淋雨 淋竟然发出了愤怒的暴喝声 这紫翼 竟然逼得淋雨发出怒然暴喝 这紫翼啊 听到那道怒然大喝声 罪恶魔城中无数人都暗暗心惊 因为人们都已听出 那怒然大喝 是淋雨妖孽的声音 随着这一阵怒然大喝声响起 巨大太极图下的滚滚魔物 一下翻滚地极为剧烈 狂猛 轰 又是一阵极为狂暴的暴响 人们见到那个巨大的太极之徒 在这一刻轰然爆破开来 而与此同时 太极图下的滚滚魔物 也瞬间溃散 爆破与溃散开的狂暴能量之中 两道身影 在其中若隐若现 重新显现在了众人的视线当中 紫翼与淋雨 紫翼此刻傲立于淋雨的上方 低头冷视着下方的淋雨 淋雨抬头 同样冷视着上方的紫翼 而此刻 淋雨的手中紧握着一柄看似沉重 昔黑如墨 磨气冲天的魔刀 此刀 便是淋雨的那柄战器 天霸魔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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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淋雨 动用了她的天霸魔刀对敌 天霸魔刀一出 必见鲜血 这紫翼 接下来能挡下淋雨天霸魔刀之威吗 众人望着出现淋雨手中的天霸魔刀 惊呼声又响起 天霸魔刀 而时封此刻 双目也是凝视在了那柄天霸魔刀之上 开口一声暗暗惊呼 她从那柄魔刀之上 感到了绝霸之力 浓郁魔气 这是一柄极为不俗的魔刀 哼 天霸魔刀 上空之中 紫翼望着淋雨手中的天霸魔刀 冷恒出声 而天霸魔刀一出 淋雨的面容已变得异常冰朗 冲着奥利上空的紫翼冷然出声道 没有想到 你竟然逼我动用天霸魔刀 既然天霸魔刀出窍 那么你 便死在魔刀之下吧 说着之时 淋雨一刀直斩而上 一刀巨大无比的黑魔刀光被淋雨斩出 直斩紫翼而去 淋雨 发动了第四招 以天霸魔刀发动的强大第四招 黑色刀光眼看转瞬即到 紫翼的面容旋即变得异常的凝重 双掌再一次猛然合集于一起 只见紫翼的浑身上下 旋即闪耀其璀璨无比的金色之光 金色光芒无比的神圣又无比的庄重 此时此刻 紫翼的整个人都好像被镀上了一层金 探上去无比的肃穆 璀璨金光 黑色魔器 此刻的紫翼与淋雨 刚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仿佛一阵一邪 金光普照 破魔神掌 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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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翼冷喝出的破字 在这片天地间久久回荡起来 而与此同时 紫翼合集于一起的双掌分离 一掌朝着下方猛然轰击而出 顿时间 一道巨大无比的金色掌印 被紫翼一掌轰击而出 朝着淋雨展出的黑魔刀光狂猛落去 破魔神掌 听着名字 仿佛专门用来破淋雨这小魔头一般 轰 强强之力 再一次轰然撞击在了一起 天地间再一次想起了震耳欲聋的暴鸣 而这两股绝强之力碰撞 黑魔刀光与金光大掌印 竟然同时消失在了苍穹之中 没有想到 淋雨与紫翼 又是轰了个平手 而这一次 还是淋雨出动了天霸魔刀的情况下 罪恶魔城 又是一阵阵难以置信 震惊无比的惊叫声响起 天霸魔刀 有人竟然挡下了淋雨出动天霸魔刀发动的攻击 在罪恶深渊 还从来没有听说 有年轻一辈 可挡下淋雨天霸魔刀斩出的绝强一击 不要说淋雨以天霸魔刀斩出的攻击了 就是谁能挡下淋雨一指之力 都已经是极为了不起的事情了 而他紫翼 如今已经跟淋雨过了四招了 第四招 还是淋雨出动天霸魔刀 斩出绝强一击的情况下 第四招了 金色掌印与黑魔刀器的能量彻底消散 紫翼再而冷视下方的淋雨 冷冷出声说 此刻紫翼说话的声音不小 这番话 他是故意要说给那淋雨听 谁让这家伙先前如此狂妄地对自己说 五招之内 必败自己 五招之内 自己又岂能可以败 自己不但不可以败 我紫翼 要胜 我紫翼 要洗刷三年前那一站耻辱 再战 此刻的紫翼双全紧握在了一起 再一次对自己暗暗说 她的脑海之中 又浮现了三年之前惨败的场景 又浮现了那满是不屑于蔑视自己的眼神 而此刻听到紫翼说出第四招的淋雨 面色已经变得异常凝重 自己先前 确实是太小看这个人了 三年前的她 与今时今日的她 完全就是两个人 不过 而就在这时 淋雨冲着上空 又是冷冷一喝 我淋雨既然对你说过 五招拜你 我必五招 拜你 第五招 魔刀斩天 斩尽世间一切 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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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格斩字 不断地从淋雨嘴中吼了出来 猛然的一刀 再被淋雨朝着苍穹斩出 淋雨这一刀之下 一道道巨大无比 绝强无比的黑魔刀影 不断地在这片苍穹之中显现 上空之中的紫衣 转瞬便被笼罩在了一道道巨大无比的黑魔刀影之中 然后全束刀影 皆朝着她猛然斩棘而去 仿佛不将她紫衣从这个世间斩灭 是不罢休 第五招 面对着道道刀影斩来的紫衣 脸上依旧是平静无比 嘴巴为张 冷冷地吐出了那三个字 而此刻 紫衣的双掌再一次合集在了一起 她的身上再一次闪耀起了神圣庄严的金色之光 这片虚空再一次被染成了一片金色 第1437张月打月猛 道道巨大的刀影展向紫衣 紫衣面色平静的合集双掌 闪耀金光 而就在这时 一道巨大的金色身影 从紫衣的身上猛然升起 巨大金色身影宝箱庄严 面目不怒自微 而那面貌 竟然与紫衣长得一模一样 一股神圣绝强之威 弥漫着整片天地 而就在此刻 那道与紫衣长得一模一样的巨大金色身影 两只金色大手臂张开 双手缓缓动了起来 在虚空之中 留下了一道道金色手臂残影 一道道斩向紫衣的巨大黑魔刀影 竟然在那金色大手之下 不断地破灭而开 紫衣此次发动的这一道绝技 威力竟然如此恐怖 这 这才是这家伙 最强的手段吗 远处虚空的石锋 望着紫衣身上升起的巨大金色身影 再次开口说 在其敏锐的灵魂之力感应下 石锋感应得出那道巨大金色身影的不凡 就算自己遇上此刻的紫衣 也不得不慎重对待 发动全力 这一刻的紫衣 终于拿出了他的真正本事 第五招 灵魂发动的第五招 竟然不断地被紫衣的金色巨影给抹灭 而那一道巨大的金色身影 看上去根本没有受到丝毫伤害 眼如泰山 暴力于紫衣上空 紫衣低头俯视着下方的灵魂 而那道巨大的金色身影 也如紫衣一样 低头做俯视状 依旧是一副宝箱庄严 不怒自威 紫衣开口 说 灵魇 现在 该是我们分胜负的时候了 拿出你全部的战列来对待吧 说着之时 紫衣核实的双手一动 变换为了一道玄傲无比的手印 随着紫衣这道手印刚一地结 从他身上升起的那道巨大金色身影 立即开始动了起来 有如一幢房窝般大小的右脚先是缓缓抬起 然后朝着下方的灵魇 猛然践踏而下 这一脚践踏之威 仿佛踏平一座大山 都根本就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 磨刀归身 磨破莽荒 而这时 又一阵暴喝之声 从灵魇的嘴中吼出 灵魇手中的天霸磨刀 随即黑色刀光一闪 闪入到了灵魇的体内 磨刀归身 磨刀归身之后 一股无比磅薄的魔气 从灵魇的身上冲出 这一颗的灵魇 仿佛与那磨刀融合为了一体 融合天霸磨刀后的他 仿佛化身为了绝世凶魔 从这片世间觉醒 紧跟着 面对着那金色大脚践踏而来的一击 灵魇不必反进 身形猛然移动 直冲而上 这一颗的灵魇 右手成长 无知紧紧并拢 手臂高举 右手直指长天 仿佛化身为一柄爵士魔刀 往上斩棘而去 而就在这一刻 践踏下来的庞大金光大脚 与上冲的灵魇猛然碰撞在了一起 平 这一次撞击 仿佛两柄极为坚硬的战气 发生猛然碰击 紫毅身上升起的巨大金色身影 在这一刻猛然一个震战 而灵魇在那一脚踏下的力量之下 背震得向下坠落而去 不过下落的身形很快便被灵魇被遁止 这一刻的灵魇 脸色已经变得异常的冰朗 他先前怎么也没想到 那个人 三年三招之年的手下败将 如今竟然可以将自己逼到如此地步 杀 这一刻 又是一阵冷喝之声从灵魇的嘴中冷喝而出 灵魇的身形再而猛然移动 再次直冲而上 再一次杀向子役 站而这时望着下方再次飞冲而来的灵魇 紫役也发出了一道冷喝之声 而随着紫役这道冷喝声响起 他身上升起的那道巨大金色身影 旋即俯下了他那巨大的身躯 一掌盖向了飞冲上来的灵魇 这一次盖下的一掌之威 比之刚才一脚践踏之力更甚 给我破 眼看金色大掌即将盖中灵魇之时 这一刻 灵魇又一次仰天爆发出了一阵怒然大吼 随后 金色大掌旋即与灵魇发生了碰撞 但是下一刻 关注战斗的猪人们旋即见到 灵魇冲击而上的身躯 从那金色大掌的手心中穿入 然后从那金色手背之中猛然穿透而出 继续直冲而上 而此刻 紫衣的身形与那巨大的金色身影 同时一个猛然阵战 一抹痛苦之容 从他的面容之上显现 看来这巨大的金色身影不仅与紫衣长得一样 仿佛就是同为一体 这金色身影受创 他也遭受到了反噬 该死 一阵冷然愤怒的低喝之声 从紫衣的嘴中响起 没有想到那灵羽 一瞬间又提升了更强战力 随后 巨大金色身影的左手也跟着动了起来 庞大的金光左手成拳 一拳朝着继续飞冲而上的灵羽爆轰而去 再破 见到大拳轰来 灵羽又是一喝 直冲而上的身形猛然一个变动 朝着轰来的金光大拳冲击而去 轰 爆破之声又响 这一刻 紫衣与他身上升起的巨大金色身影 战动得比之先前更为剧烈 那一道朝着灵羽轰去金光大拳 直接在灵羽的冲击之下 爆破而开 而 一阵极为痛苦的痛恶之声 从紫衣的嘴中横出 一缕鲜红的血液 从他的嘴角溢了出来 而这时 紫衣的面容之上 浮现了极不甘心之容 不不不不不 不甘心 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啊 我不能 拜 紫衣说着说着 也跟着发出了一阵诺然大吼 紧跟着 一股比之刚才更加强大的绝强气势 忽地从他的身上猛然升起 好像就在刚才一瞬之间 紫衣也仿佛打破了桎固 猛然提升了更强战力 随后 那道巨大无比的金色身影猛然移动 巨大的身躯 朝着那妖孽淋雨狂猛地撞了过去 气势十足 仿佛能撞毁世间一切 轰 又是一阵猛然碰撞 战局已然愈演愈烈 人们旋即见到那妖孽淋雨 在那巨大金色身影的猛然一撞下 被撞飞了出去 而这一刻 身形急速倒飞的淋雨 冷峻的脸上 第一次露出了痛苦之容 咽喉一甜 一口鲜红的血液 从他的嘴中喷涌而出 妖孽淋雨 竟然喷吐出了一口血液 第1438章终极碰撞 胜负已分 淋雨 淋雨被撞飞了 甚至还吐血 淋雨 这可是淋雨啊 紫逸身上升起的巨大金色身影 将淋雨给狂猛撞飞 罪恶魔城之中 一阵阵难以置信的惊呼随即响起 任谁都没有想到 妖孽淋雨 竟然会陷入如此境地 这简直让人恍如身处于梦境一般地不真实 紫逸 这紫逸 实在是太变态了吧 真的难以让人相信啊 天啊 淋雨 可是我们罪恶深渊的不败神话啊 竟然被撞飞吐血 难道紫逸要打败淋雨 替代淋雨 成为我们罪恶深渊的第一妖孽了吗 第一妖孽 紫逸 淋雨的身形 还在狼狈地倒飞 而这时 紫逸与那道巨大的金色身影 已经追及而来 此时此刻 金色身影先前被淋雨轰得爆破的左手已经恢复 而随着紫逸的双手缔结为一道古老玄奥的手印 那道金色身影的双手 也缔结成了为了一道一模一样的手印 紧跟着 碧结手印的庞大金色双手 朝着淋雨渺小的身躯 狂猛地映了过去 这一道金色手印 带着无与伦比的威势 散发着仿如来自于远古的神秘之力 仿佛紫逸已已对淋雨 施展了最后的致命一击 想拜我 身形还在急速倒飞的淋雨 目视着金光古老手印轰击而出 随即面露猙獰的狠色 凶狠地吐出了声 而就在这时 淋雨的身形猛然一个震动 以绝强之力强行顿止住了倒飞的身形 随后 淋雨脸上的怒然之戎 变得比之刚才更甚 身形朝着前方怒然冲出 迎即向那道轰来的金光大手印而去 终极碰撞了吗 池锋凝视着那方即将再次撞击于一起的淋雨 与紫逸 轻声开口说 池锋对于战局之敏锐 自然已经看出了其中的战况 他已经知道 那方的战场已经到了终极碰撞 决定真正的胜负 要到来了 这场强强之战 到底谁胜谁负呢 接着 石锋又是一生清兰 对于这场战斗的结局 他也是极为期待 天魔之力 入我之身 融入天霸 魔刀为影 杀 身形急速冲击向前的淋雨 冷喝出声 而说到最后一个杀字之时 淋雨仿如拼尽全力地发出嘶吼 仿如陷入暴怒状态下的远古凶魔一般 滔天魔物 从苍穹之上滚滚汹涌而下 涌向淋雨 转瞬之间便被淋雨的肉身给吞噬地干钱静静 一顶巨大的魔刀虚影 从淋雨的身上显化而出 而就在这一刻 淋雨显化的魔刀虚影 剧烈地与那轰击而来的金光大掌印 狂猛地撞击在了一起 轰 狂猛地撞击 剧烈无比地暴响 这一刻 仿佛天都要被轰塌下来一般 整片天地 都跟着发生了无比剧烈地震荡 远处虚空的石锋 身形都随着虚空的不稳而微微战动起来 不过很快 石锋的身形便稳定而下 继续傲力当空 不再受外界影响 此时此刻 这片天地间的所有注意力 基本上都已凝聚在狂猛无比的碰撞之上 巨大无比的魔刀刀影 还在与金光大掌印狂猛交锋着 罪恶魔城上空 一片仿如无人可到达的苍穹之上 悬浮着三张仿佛黑骨打造的魔神宝座 三张魔神宝座之上 此刻坐着三道仿如神魔般威武的身影 每一道身影 皆散发着无与伦比的恐怖气势 仿佛举手抬举之间 都拥有毁灭世间一切的恐怖力量 这三人 自然是罪恶深渊最强大的三人 人们口中 伟大的罪恶三魔主 此时此刻 三魔主皆低头俯视着下方 三魔主质疑地按黑魔主开口 陈生说道 这子役如今竟然成长到了这等地步 他的体内 不愧流淌着那个人的血 继承了那个人的传承 嗯 听到暗黑魔主的话语 严魔主与破军魔主陈生硬道 唯唯点头 跟着 破军魔主出声 说 对于这小子 我们今后能帮助 也竭力去帮吧 毕竟 他是那个人的后人 破军魔主的话音落下 其他二位魔主也跟着点头表示同意 看来子役的来历 确实不简单 虚空战场之中 在万众瞩目之下 这一刻 人们见到那道庞大的金光大手印 竟然在那巨大暗黑魔刀须影的力量下 轰然破碎开来 那道巨大金色身影宝箱庄严的脸上 露出了极度难以置信之容 而紧跟着 巨大金色身影的整具金身 开始不断破裂着 不不不 又是一阵又一阵不甘的怒嚎之声 在这片天地间回响而起 这道怒嚎 正是子役发出 终极碰撞之下 竟然如此败了 子役心中 又怎能甘心 随着金身不断破碎 子役身躯俱颤 面色变得越来越难看 满是痛苦之容 而紧跟着 一口又一口鲜红的血液 不断地从她的嘴中喷吐而出 看来金身不断破碎 子役的肉身也不断地遭受着反噬重创 直到巨大的金色身影完全消失 子役的浑身上下 出现了一道道横七竖八的裂口 只是短短一瞬间 子役就已经遍体鳞伤 伤痕累累 而他此刻 整个人已经贪软无力 贪坐在了虚空之中 一看便是彻底地失去了战力 巨大的金身破灭 那道巨大的天霸魔刀虚影 也逐渐地消失在了虚空之中 凌羽的身影 再次完整地显现在了众人的视线当中 身穿暗黑魔甲 凌乱的黑色长发随风乱舞 此刻凌羽的模样看上去 已跟子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一看便知道 胜负已分 谁胜谁负 凌羽 贪坐的子役缓缓抬头 吃力地吐出了声 同样伤痕累累的脸上 尽管还挂着痛苦之容 但是更多的 还是不甘心 子役还是不甘心就那样战败 败于他凌羽之手 你败了 望着子役 凌羽简简单单地开口 平静地说出了这三个字 这一次凌羽战败子役 他的面容之上 已没有了曾经的轻蔑与不屑 反而透着一抹凝重 第1439章时封在战 望着贪坐于前方的子役 这一刻 凌羽微微并拢地右手抬起 以一副手起刀落之状 朝着前方的子役一刀斩下 拳击间 一股凌厉的刀器被凌羽斩出 只斩向前 非斩向子役 哼 既然胜负已分 本少在此 谁敢伤他 而就在这时 一阵冰冷无比的声音 在这片虚空响彻而起 紧跟着 子役的身前 一刀暗黑色的年轻身影闪动 时封显现 挡在了子役的身前 时封本就一直凝视着这方的战况 刚才见到胜负已分 便朝着这方接近而来 以免子役出现意外 凝视着前方斩来的那灵力一刀 时封右手承爪 朝着前方猛然抓出 抓住了那道灵力斩来的刀器 然后右手 微微一用力 便将那道灵力的刀器捏得溃散 随后冷视着前方 时封此刻除了冷视前方以外 还是时刻提防着发出 无比威武声音的那个人 毕竟他这一次 又是干扰了一次对战 见到突然出现的时封 淋雨的双目微眯了下来 也是冷冷地凝视着时封 而就在这时 尽管子役没有认输 但是那道无比威严的声音 却是响彻而起 淋雨声 听到那道声音之后 时封的面容瞬间 变得极为凝重起来 他认为 自己干扰了战局 那个人 可能便要对自己出手了 不过那道声音响起之后 便沉寂了下去 而时封等待的无形强大之力 却一直没有到来 仿佛那个人 都已经懒得管他了 哼 而这时 前方的淋雨发出了 一阵冷冷的冷恒声 时封以为他想继续动手 却是没有想到 淋雨的身形一个闪动 竟然直接离开了这片虚空战场 他竟然就这样离开了 望到淋雨突然就这样离开 时封确实感觉到有些意外 淋雨身形激动 转瞬便远离了这片虚空 确定他是真的离开 时封这才放心地转过身 望着身后伤痕累累 依旧贪坐于虚空的子役 开口问道你怎么样 望着时封 子役的面色逐渐有些好转 不甘之容也已经被他收起 他也知晓 既然自己败在了淋雨 那个妖孽的手中 既然胜负已分 就算再继续纠结下去 根本无用 要怪就怪自己还不够努力 还是不够强大 子役咧嘴对着时封一笑 用着时封的话语说道 没事 还是还死不了 说完这句话后 子役接着又道 刚才我以为自己真的要死了 没有想到 活下来了 子役说的刚才 自然是淋雨最终展出的那一道灵力的刀器 如果没有时封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发生的话 他子役 确实是处于必死之局了 不过谁让他幸运 解释了面前的这个时封 死不了就行 时封点头说 不过就在这一刻 第三站 时封站燕鹿 那道刚沉寂下没有多久的威武声音 竟然又在这片天地间回响 听到那道声音的时封 面容微微一惊 原本以为 自己参加过一战 斩杀了那头狗熊奇熊 今日战斗便已结束 却没有想到 那道威武的声音又宣布自己参加一战 燕鹿 时封还有些印象 那名修炼火焰武道的女子 呵呵 原本以为有人陪着回去 既如此 那我就自己先回去了 这时 子役对着时封一笑 对时封说道 子役此刻的气势看上去 已经比刚才好转了很多 独自下去 这罪恶魔城已经不是难事 而且罪恶魔城之中 有孙柔姑娘在那接应 自然不会有什么事 嗯 听到子役的话 时封对着他微微点头 随后子役身形一动 朝着下方的罪恶魔城 缓缓飘落而去 好了吗 而就在这时 一道清脆悦耳的声音 突然从时封的身后响起 听到那道声音的时封 缓缓地转过了身 很快 他便见到一名身穿红衣 面容俏丽的少女 燕鹿 好了 时封开口 回答他的话语 嘻嘻 这时 燕鹿冲着时封展颜一笑 看上去笑得很是灿烂 这一刻的他 仿佛一名天真无邪的少女一般 不过时封 自然不会将这名罪恶深渊的女子 当成一名天真无邪的少女 昨日他可是亲眼见识了 这名少女的狠辣 那名与他对战的舞者 都已经向他认输 还是被他无情地灭杀 这时时封在而开口 对着那少女燕鹿说道 出动你最强的一击吧 还是不要了 这时 少女燕鹿又对着时封一笑 说道 跟着他又道 我早已经知道 我不是你的对手 跟你打 人家那不过是自己找虐而已啦 那便认输吧 时封说 听到时封那话 燕鹿竟以一副小女孩撒娇般的口吻 对时封撒娇道 人家不要麻 人家好不容易离你这么近了 人家想跟你多说说话 跟我说话 时封的双眉一拧 跟着说道 你我根本不认识 有什么话好说的 时封倒也要看看 这个女人 到底想在自己面前耍什么花招 兮兮 不过听到时封那话 这少女又是笑出了声 依旧笑着说道 你不认识人家 可人家早就听闻你的大名了啦 时封 如今闻名 网荒大陆的第一天骄 对于你的种种事迹 人家可是耳熟能详的哦 早就对你崇拜已久了 你听说过 跟着时封也并不感觉到什么意外 将您早就传讯于自己 说自己如今在网荒大陆 已经闻名天下了 这其中就算有些夸张的成分在 但如今在网荒大陆 应该确实有不少人知道自己 而子役不就听说过自己 在罪恶深渊多几个知道自己的曾经的事迹 倒也没有什么稀奇 这时艳璐又开口 回答时封的话道 当然啦 要不要人家将你的事迹背给你听呢 人家可是可以倒背如流的哦 不用了 时封打断他道 对于他被自己的什么事迹 时封根本就没有丝毫的兴趣 接着时封又对他开口道 好了 别再浪费时间了 你不认输 那我便出手了 第1440章送上门来的少女 好了 别再浪费时间了 你不认输 那我便出手了 时封开口对那少女焉璐说着 说话之时 时封虽然身形未动 但已有一股无形之力在他身前产生 然后朝着前方狂猛的冲击而去 等你等等啊 你怎么这么狠心麻 如此欺负人家 感应到强大无比的力量冲击而来 燕露翘脸玄机大便 张开嘴被齿一咬薄唇 露出了小女人生气之状 紧跟着 燕露的翘脸上露出了慌乱之容 身形不断连连后退 躲避着强大席卷而来的力量 而时封 脸上依旧是一副冷漠之容 并没有因为避退的是一名年轻的少女 而撤去攻击 不过就在这时 集结倒退之中的燕露 双手不断地在身前变换着手印 一刀到火焰残瘾显现 然后他一声浇喝 现 顿时之间 一柄仿如猪鹊形状 燃烧着红色烈焰的短刀在燕露身前显现 悬浮于他的身前 散发着炙热无比的气息 猪鹊短刀一出 这片虚空的空气 都呼如煮沸的开水一般 剧烈地沸腾起来 这柄猪鹊短刀 无论是外表还是气势 一看便知乃是不凡之物 斩 这时 焦喝声又响起 随着燕露的这道焦喝声 猪鹊短刀在他的身前一个斩动 顿时之间 那股席卷而来的强大无形之力 竟然转瞬之间 便在这猪鹊短刀的一斩之下而破灭 这燕露 竟然凭着这柄猪鹊短刀 斩灭了石锋的一击 虽然只是石锋随意发动的一击 嗯 自己发动的攻击被迫 石锋双目一凝 凝视在了那柄猪鹊短刀之上 这柄短刀 就连石锋都感应不出它在什么品阶 不过却给石锋一股古老神秘的气息 此刀 莫非源自于远古之物 不过尽管这柄猪鹊短刀不凡 尽管刚才破去了自己的攻击 石锋依旧没有将她放在眼中 右手五指为张 掌心探向前方 对准了不远处的那名少女 燕露 见到石锋再度准备对自己发动攻击 燕露随即冲着石锋又是一声浇喝 你等一等 人家想要对你说的话 都还没有说完呢 你等人家把话说完 然后再认输不行吗 怎么就这么不知道莲香惜玉啊 哦 听到燕露的话后 石锋轻轻发出了一声轻握 右手微微一动 握拳收起 停下了对少女发动攻击 望着那个少女 石锋在而开口 说道 你还想说什么 有什么话就快说吧 石锋此刻这样子 看上去有些不耐烦 好像并不愿意再跟着名叫燕露的女孩 多说什么 你真是的 望着石锋那富不奈凡的模样 燕露小嘴嘟起 满是不愿意地说道 没有想到 这个人 竟然如此不懂风情 人家好歹也是一等一的美人人 心里想着这些 燕露开口 说 我们燕家 不仅知道你在外界的一切事迹 更知道你身怀源古传说之中的不死魔体 乃是有着你天天赋的存在 所以我们燕家长辈决定 与你联姻 与我联姻 听到那燕露这话 石锋心中都跟着唯唯一惊 原本以为他想要说什么 竟然说是要与自己联姻 联姻 自然是要将他们家族的女人嫁给自己 随后 石锋的双目慢慢地眯了起来 再次仔细打量着面前的这名身穿红色的少女 开口说 联姻 与你 石锋的话刚说完 燕露的脸上 随即露出了一抹傲然之容 说 自然是本姑娘 说完这番话后 燕露又随即对着石锋补充了一句 在燕家 论美貌我燕露第一 论天赋 我燕露更是无双 无人可及 也只有我这样的天之娇女 可配得上你第一妖孽 石锋 只要你同意 等下大笔结束 你我便可回我燕家完婚 今夜 你我便可以洞房花竹 当说到完婚 洞房之时 燕露依旧是脸不红 心不跳 说这番话 说这些事 就好像跟说平常什么事没有什么区别 这少女 果然够彪悍 难道罪恶深渊的女子 都是如此 不对 与石锋接触了好几天的森柔姑娘 就给石锋不一样的感觉 不死魔体 当燕露说完那番话后 心中默念着这四个字 燕露自然明白这远古传说之中的不死魔体意味着什么 自己燕家与这少年联姻 意味着什么 他心中更加的清楚 如果自己怀上他的骨肉 如果生下的也是身怀不死魔体之子 那对于燕家的未来 将意味着什么 此时此刻燕露望着前方的石锋 面容之上也是满满的自信 凭自己的美貌 凭自己的天赋 如此主动地送上门去 他很难相信一个男人会拒绝 更何况自己的燕家在罪恶深渊更是一大名门望族 这时风既然如今来了罪恶深渊 肯定也想找个实力强大的势力依靠 而自己的燕家正好 无论从哪方面 燕露觉得一个聪明的人都不会拒绝自己 而他时风天赋无双 被称为满荒大陆第一妖孽 自然是一等一的聪明 跟着 燕露觉得自己也没有必要再多说什么 时风 他自己应该已经明白该怎么做 但是紧接着 燕露却是见到时风的脸上 依旧是一副平淡之容 然后对着他微微摇了摇头 说道 对于你的联姻 本少没有丝毫兴趣 这时风 竟然犹豫都不犹豫 直接开口拒绝了他燕露 他燕露 可是直接送上门来给他上啊 天底下竟然还有男人 拒绝这等好事 就连燕露 也是面露极度诧异之容 他很难理解 这时风 竟然会拒绝自己 除非他犯傻了 除非脑子被门挤坏了 你 而当燕露继续开口 想再说什么之时 时风随即开口打断了他 说 现在再给你机会 你自己认输 不然的话 本少便要再次发动攻击了 说着这番话之时 时风刚才收起的右手 在而微微抬起 五指违章 对向了前方不远处的燕家少女 燕露 你自己认为 多数不远备 你自己认为 一手 你自己认为 你自己认为 想要上 自己认为 要上